进行第十一次会议 先请民主长来先读上次会议事录 请民主长来先读第九次会议事录 执行事项地震处农业处及所属机关又执行及答户 执行议员陈孝敬一员 林志宏一员 陈汉中一员 吴秋林一员 江碧瓦一员 孙汤议会议员 黄建宏一员 林叶贤一员 黄树琴一员 陈鸿喜一员 陈俊宇一员 陈正乃一员 黄世昭一员 薛成毅一员等 答复人员 余处长 连心 陈处长 德新书 科长 文贾林 科长 姓红 杨科长 怀吉 张所长 金伟 简总经理 德望 曾科长 子清 李科长 常山 陈所长 主见 杨科长 嘉清等 请到四项 地震处 农业处及所属机关也有执行 议员要求办理提供之四项令入 降入 附建 并行母县政府办理 三位 下午六时 其文 以上 好 请问同仁 议事论有没有意见 好 来 陈议员 主席 请教一下 昨天咨询的这个记录没有 我的咨询内容 我昨天有咨询啊 有 是吧 在后面 跟您錄吗 好好好 不是啦 给大家报告啦 实际上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的记录 就是都 我们现在提供那个 因因档嘛 记录是都拆重点的记录啦 所以基本上 记录 一定是记录的 一定是有记录 其实不用再说列入记录了啦 在后面 要求属行以外 我们有特别处理啦 其实所有的 只要你有说的 我们这里都有记录 这时候一定都有记录 那你有特别要求 要提供数量或什么 我们技术组的 跟马翔 这近年 我们现在都 帕春兄第二天到时候 马翔幸运了 这以上给大家报告啦 记录一定没有问题啦 你不用说列入记录了啦 不用啦 你有要求的 我马翔会处理啦 马翔会处理啦 马翔会处理 要求属于人的 你有要求的 我们技术组的马翔会处理 以上报告 好 好 来 好 来 請 感谢大家 大家早上 你说这样 你如果主持节点盤 你要裁好 你不要忘了 你如果忘了 我绝对都钓东西 你要裁好 你不要用 不能用偷吃包 你不要真的说话 当时你偷吃包 好啦好啦 好啦 好啦我们现在进行 那警察局的单位执行 及报告 那请局长及相关主管列室 好 开始啦 开始啦 那请局长也没有补妆报告啦 有没有 没啦 好啦 吴彦 首先我希望说 那个主席能够要求我们机长做全面性的报告 各位同仁也都不认识啦 不太清楚啦 都介绍一下啦 以上 好 请机长主席来介绍 是 谢谢主席 还有各位议员 大家早安 那我想这个 今天我把所有今天来参联席的 我们警察局的这个干部啊 那边做主意的介绍 我从我右手边开始报告 杜大长士台安 再来是 伊兰分局分局长曹祖荣 罗东分局分局长邱显良 礁西分局分局长武家旭 苏澳分局分局长这个李献昌 三星分局分局长许俊生 再来第二排是这个保安科长拉汉洋 会计室主任黄敦敬 人事室主任罗立光 这个秘书科科长林志阳是刚刚新任的 那我们房治科科长张志青 见识科科长蒋文安 再来在我的各位议员的右手边这边是 刑警大队大队长蒋淑军 交通队队长刘全元 少年队队长陈长沁 副优队队长商秀慧 保安队队长这个孙 孙阵仲 再来是行政科科长杨峰铭 外事科科长彭学莲 再来第二排是这个公关科科长陈正亮 宝房科科长 保房科科长张志青 中心主任 再来是我们资讯科科科长林仁春 再来是也是我们新任的法治科科科长吴清海 再来是我们训练科科长郑汉正 以上是今天练习的这个干部 报告没完毕 好 现在我们请第一位执行的 杨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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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 各位同学 各位警察局各单位 这个主管 今天是警政 18届警政执行 第一点要 我长久来观察 我有关这个警律问题 我们警律 首先我们要谈到这个 人律跟物律 对原力无问题 连连缺合连连够 我早上跟司机长在谈 原宿缺合这么严重 就是偏租内 一千将近三百多 那你现在缺合一百八十六 所以这个执行率就影响到全县警律的布局 这会影响这个治安很严重 但是我想这方面 并不是得宜蘭县 只有一个警专 还是警官大水在培训 培训以后 等到透考以后 再分发 这个当然这个程序也相当冗长 这个警专跟警察大水 都培训消防员跟警察员 但这两个单位属中原力也不足 这也造成宜蘭县治安 这样不会局长在领导之下 再努力做廉价公益 你算提示BGT提示 但是这个严厉不够 这方面当然会影响主案 我想这方面再尽量 前省大家再抢奥西先生 请局长再努力的来争取 现在并不是说偏租少 以前效望盐元素偏租少 扣盐元素偏租少 扣盐元素偏租少 那你们不是 你们是在预算盐偶的范围之下 缺有180多个 这个缺有很严重 这个是严厉问题 再来物理问题 我们警察机关的各种搓量 夕备设置 要将近一安线大概1100多两 现在所有的搓量配备才700多两 还差300多两 所以严厉物理都是这么缺乏 所以当然要要要求主案 这个都大打折扣 这个我希望说每次议会 在预算折算 这家预算都是谈到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 局长要做事情 年轻干件有为 这代谢方面 并不是说 严厉物理并不是说你自己能够要做 但是你要去推动去争取 因为这个也涉及到 物理就是配备这些装备 都是涉及到经费的问题 严厉就是涉及到这两个学校 警察警官的这个败信的问题 这个不是说要大量要照 赔就赔出来 所以警官的措备 国外面招生国外面都受到影响 但是我们尽量在有限的 他们的配偶里面 我们就一定要去争取 第二点就是 第二点就是主刑例 在103年的结算数 我也跟局长谈过 我们全国平均 一般刑案暴力犯罪都是最低的 破案率也最低 所以一般刑案在十万人口 十万人口 发生我们 宜安限数发生到一千四百多件 但是一人 但是全国是一千三百零八 所以我们都比全国的平均主犯罪力还高 破案率也是比全国平均主还低 但是这个当然是103年的结算 这个是当时局长不在这内 局长是从104年开始 但是对于这个执行例方面 刚刚我讲的物理原理方面 首先请局长做一个简单的答复 谢谢杨毅元的指教 那我想针对人力物理部分 诚如刚刚杨毅元所说明的 我们确实在警力的补充上面 目前缺額是比较严重一点 目前我们预算的原额是一千三百一十个人 实际上是只有一百 这个一千一百二十四个人 目前缺額是一百八十六 是达到百分之十四点二 那其实目前这个在警力缺額的部分 这个是其实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 那这部分其实警政署也重视到 那在经过检讨之后 因为这个整个的训练机构的 这个容训量的问题 那一直在增加这个培训的人员 那预估呢 根据警政署的预估 大概到一百零九年的时候 大概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状况 这是首先跟郭毅座做个说明 有关人力的部分 那至于说在各项的这个刑案的数据方面 我想维护治安是我们警察的天子 这个任何的案件发生 我们都要尽全力来做侦破 固然啦 高康陈如议员说 我们在一百零三年的时候 这个每十万人口的发生数 是就全国的平均数来讲 是略为偏高 那我想这可能是包括整个 这个大环境的因素 那我们也警察局也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也从全方位的 来做一个这个检讨 在这么多的犯罪数据当中 其中这应该是以窃盗案件 是占的最多数 因为窃盗案件包括我们 这个有所谓住宅窃盗 还有一般商店的这种 顺手欠扬的这些 甚至到菜院里面偷菜 这样的行为 都是在我们的 属于我们窃盗犯罪的这个统计里面 那我们根据我们今年的1到3月份的统计 跟去年的1到3月份做了一个比较 那我们今年在这方面是 比去年的状况是好很多 以全班的刑案来讲 我们今年的发生数是1670件 那去年的同期是1847件 也就是说在各类的刑案数据上面 我们是比去年减少了177件 以前三个月来讲 那我想我们虽然是减少 但是陈鲁光也所讲的也是包含了各个层面 那我们会持续朝这个方向来做个努力 那至于说在各类的数据 这个犯罪类型上面 我想益作也在很多个场合也跟我提醒 就是在这个毒品犯罪上面 包括在座的所有的议员都非常的关心 有关于毒品犯罪 对于社会上这个治安的影响 对于甚至对我们国力的一些耗损 都是非常严重 我想今年也是我们在这项工作上 要全力来推动的一项工作 以上 一般刑案103就是全国犯罪最多 破案率最低 既然即将来加紧努力 把这个事务降下来 这个我想这个是可行的现象 请你继续努力 谢谢 再来 上次报主席copy说要促销 那个 拍手分支手这个问题 我想请局长从七城公务员 做到检验的局长 对于你的看法 对copy 虽然现在没有办法实施阻碍南行 但是以你的看法 他当时的主张这个是对不对 所以促销 是 谢谢一桌指教 那其实对于裁则派出所这个事情 我们 我个人的看法 是没有办法用同一个标准做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律定 因为这其实要因时因地 尤其是地方每一个地方的特性 会有所不一样 所以也并不是说 而且是对于制度 我们警察 我们台湾的这个警察的制度 长期以来都是所谓的散在制 也就是说各个派出所是散 散布在各个这个角落 这个散在制 那么在欧美的国家 他们的警察的制度是属于集中制 也就是把警力集中在一个定点 然后呢做这个分散式的出去激动的巡逻 那这个集中制或者是散在制 这个是一直都没有一个 没有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 这是只是一个 适合我们国家的这个 这个特殊 每一个国家的特殊的状况 那以我们宜兰县来讲 因应 比如说 刚刚我们议员所这个提到的 关于警力部署的部分 我们在有一些地区 我们虽然传统上是散在制 但是有些地区 因为警力比较不足 散在制它有一个蛮大的缺点 对于在一个警力不足的状况之下 它会耗费很多这个值班的警力 所以说 我们目前有些分局有些地区 因为警力不足 所以做一个权宜措施 所以就用这个组合警力的方式 也就是说 把两个 甚至可能三个派出所的警力 集中在一个派出所 然后做一个集中的这个 勤务的编排派遣 那它整个的勤务范围 也是分散在 会集于这个 每一个原来的派出所的辖区 那其实以目前执行到现在 我们也会反复的检讨 以去年的下半年来讲 我们曾经把这个 南澳湘的这个 这个币后派出所 乌塔派出所 能够把它这个 合并到这个 南澳分助所 做一个警力的统一的调度 那后来呢 我们再经过检讨 认为说 好像在 范围 对这个南澳分助所来讲 它的范围又太大了 对当地的民众 确实会有一些不方便 因此我们再经过开会 还有跟地方民众的一些 沟通之后 我们也决议 要再恢复 在 这个 最近啊 会再恢复 乌塔派出所 那我们会重复的减少 那另外在 苏澳地区 像这个 新城派出所 还有这个 港边派出所 也是因为警力不足 往往 如果警力不足 各位 如果常常去我们派出所 我们一个派出所 如果五个 六个人的话 因为他还要扣除 轮休的人 光是雇一个直攀台 就耗掉所有的警力 根本就没有多余的警力 可以到外面去做一个巡逻 也没有办法主动的去做 为民服务 所以我们才有这种 不得已的措施 所以我刚刚以上的报告 这些就是说 这是一些 看这个当时的一个状况 做的一个权益措施 那我想 这个以上这些部分 我可以做个补充说明 当然这个 这个整个制度院来讲 并不是说 请坐 并不是说 你要实施哪一个方向 那很难决定 你要集中 集中 集中原力 但是有时候像我们传统 现在已经 台湾实施那么久年 像过地 烹饪所 拍手都配布 老百姓 究竟有 有一个这样 拍手在那边 所谓随时有事情都可以找 现在 警察要办的事情 服务的数项跟一行一行多 什么是各机关不能解决的事情都找警察 有问题 就跟我们身体一样 有病重哪一个方位都找医师 那如果有住案的问题 社会的问题 一些男姐姐的问题 困难问题 都找不到警察 所以 所以警察现在包了万象 但是我说 刚刚讲这样 照理讲 集中 警律处就是撤销分出所 还是说 现在部件 现在过地分出所 现在传统数这样 现在陷阱率 陷阱率啊 这样 是哪一个比较的陷阱率高 因为 台北市现在 就批评说 COVID你这样撤销以后 你陷阱率低 那宜蘭县的陷阱率 一般民众感觉到满力不满力 满力度如何 请打呼 是 谢谢议员 那这个 其实民众报案 因为 以现在来讲 我们通讯非常的发达 那民众如果说 要跟警方联系 其实电话 这个110打 我们随时都会派员到 做个现场 这可能是一个习惯的问题 那至于说 这个 见警律 经过我们的一些统计 以刚刚我所报告的 这个 书澳 南澳地区 跟这个书澳地区 就马赛地区这边的一些 我们在派出所做的一些 整合之后 我们的 巡逻的班次有增加 确实是有增加 甚至呢 我们在各项绩效的呈现上面 也都有成 也都有成长 为什么呢 因为 原本的派出所的警力 非常不多 非常的不足 大概五个人 六个人 他的警力只足以 去轮浮这个值班台 他只能够 坐手在派出所里面 来等着民众来上门报案 但是呢 我们把警力做个统合整合之用 之后 我们就是 减少了值班 坐在派出所里面 这个被动式受理报案的这个警力 然后把警力做一个主动式的到地方上去过巡逻 所以说 见警率是有提高的 见警率是有提高的 当然可能对民众 如果民众还是习惯上 要到派出所来做一做 甚至直接到派出所面对面的报案的话 可能会他比较不习惯一点 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来做一个适应 当然我们在做这个考量的时候 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一定会考量到这个地区性 他的一个远近 会做一个最适度的调整 当然还有就是 如果说在 事情过一段时间 他没有办法达到我们预期效果的话 我们会再回复来 我们今天这几个派出所 并不是被裁病掉 这边特别说明一下 并不是裁病掉 而是说那个警力 白天还是有人在那边值班 只是把警力拉到另外的派出所去 做个统一的运用 必要的时候还是恢复 这个派出所组织还是存在的 好 是 在工作报告上 今年交通次序的整理 有关104年曲梯 违规的案件有 136000 其中重点违规有 32854件 辅导有 案件有5127 我 这个 因为常常在职信的时候 提到这个 交通违规 轻微案件尽量用辅导 但警察的心态有时候 要辅导有热忱 有功德性的大家会辅导 没有功德性 他说我这样反正违法 轻重都是违法 那我一定要违送 所以我要请教 局长 你们这个劝导跟违规这个财法 只有七分 数字又这么清楚 但你们这边的借限 借限 怎么去分 劝导跟财的处罚 重点违规 但是重点违规跟一般违规 你看 重点违规才一万三千多千 一般违规十三万六千一百一十千 这两个的借限在哪里 分别在哪里 请请答复 一座报告 我们对于违规 刚刚议员所提到的重点违规 就是我们所谓重大的交通违规 我们在警政署这个有一个归类 有几大类的这个违规的太样 我们是归类为重大的交通违规 这边跟一座报告就是 第一个是酒后驾车 第二个是闯红灯 第三个是严重超速 也就是超速达到四十公里以上 规定速限四十公里以上 我们归类为严重超速 那么第四个是逆向行驶 然后再来是转弯位移规定 然后是这个机车行驶 进行这个机车道 这些是我们另外 还有机车位移两段式的左转 这以上这几项都是 为什么我们列为这个重大的交通违规 因为这个最容易产生这个 比较损失惨重的这些交通事故 所以我们把它列为这个重点的交通违规 的取缔 那至于说一般的交通违规 可能就我刚刚报告的这几类 以外的这些交通违规的太阳 比如说大家最经常见到的 所谓的违规停车 那至于说什么样的情况 要用劝导或者是进行举发 因为我们主要是考量 远景是考量现场的状况 有没有对这个交通产生严重的危害 这个是要看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 这个路边的违规停车来讲 黄线停车来讲 假设这个车停车 这个路幅够宽 那么它的停车 并不会对这个车流量造成太大的影响 当然在这方面 我们如果能够劝导 就请 而且车主能够立即马上联络到 就请它尽快地驱离现场 但是呢 如果说这个路幅太窄 它可能车子一个停下去 会影响到整个后面的车流 这样子的话 恐怕我们就要 甚至必要的时候 除了举发之外 必要的时候恐怕要再加以脱掉 就 如果这轻微不是重点违规 尽量能够欠导 因为其实 我们告挖并不是有好事 也是让会我们的警力 以前票计法是一样 票计法129条把它删除掉 以后票计法里面自行负责 不要与诈欺行案的处理 所以用辅导 能够得到教化 欠导 我想对警力各方面大家都这样 再一点 因为 警察请管这个户口 户口 户口在民政处也有 但是只要你们半年清查一次 宜蘭县 我从民国68年当议员到现在 已经快要40年了 人口我当时的时候 就46万 现在也是45万多的 但是现在我们作为规定是 针对一般 比如说正常的民众 好 这个我们是没有再去做一个查查 而是针对 现在我们只有针对有 这个前科述型的这些特定的对象 有济世的人口 会来加以定取而去做一个访试 因此刚刚议员所提到的 所谓的空户这部分 这恐怕要跟这个 户政事务所那边 我们再做个联系 做个确认 这部分我们在警方 是没有这一方面的资料的 好谢谢 好谢谢 那我们来宣布一下执行的讯息 包括登记发言的赤系 24号19号15号7号16号25号3号 28号4号17号20号1号31号5号22号30号28号29号32号9号10号8号13号6号21号11号14号2号33号23号以上 请那个林内贤林医员来执行 没有啦 你这边要我认识啦 陈安中议员跟林成功议员 还有陈正南议员 我们四个要认识啊 哪有什么便 不啦 你们三个姓啦 三个姓联合指寻 四个跟三个姓联合指寻 我总陈安中议员 他有四个啦 应该是七个人是我的啦 有啦 你先去看 好好好 联合指寻 诶 主席啊 还有我们 各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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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事 大家早安 我想延续 刚才杨教授的问题 我们基障这个环境 精力不足啦 然后 这个 这个部分 我去年 第二次台卫生 有跟局長你讲过 说 我们缺了多少 然后 拜托你说是不是 去中央 给我们 整出这些配额 我也不知道说 中央 他是怎么分配这个民额 甚至说 因为说 用人口所 来比较 来分配 局長你 你的说明 是 跟你做报告 因为这个 陈鲁刚刚所报告的 这个 远景缺额的部分 这是 全国性的问题 那 以 我们目前的缺额数 是14.2% 14 现在全国的缺额数 是 这个 13.5% 将近14% 所以是差不多 那 景正署的 他在这个 原额的配置上面 他尽量采 据我了解 他是尽量采 各个县市 能够做个平衡 尽量做个平衡 有啦 局长你说的是没有错 但是 去年的时候我跟你说 我们 疑人 疑人关系的庭案 如果要好 然后 交通如果要好 我们 警察这些兄弟 都要保护 然后 去年 你和我的数据是 14% 缺额是182个人 他刚才把九州报告 是186个人 186 对 然后 不争反檢 人家又怕死 对我们这些 基材这些 的检察 的庭案要我交代 我觉得这个是 或许是 中央是因为 我们疑人 神是因为这样 神是因为 我们疑人关的庭案 真的是做得不错 交通也做得不错 其实我也觉得 我们疑人关 这一年来 这几个月 真的 我觉得庭案 交通 无论是什么案件 都很快就破了 这是值得肯定 要加许 问题是 你不能说 我们疑人关的庭案 交通变好 人数据我们逛去 这是你要去 政策的东西 你做一个局長 你可以替我们 基权这些 来做政策 总不能说 让大家群人做得多 一个人 要说两个人去走 你怎么知道 現場对这些 現場对这些 現場对他们 是怎么做 没没没 所以有大家说 如果他们说 吃分吃便宜 希望我们大家 多多提供 他们真的要熬夜 我刚才说 这句话要听 他们跟基权的去拨拨 三 叫什么 三教五流 基权都要买 因为他们有一些双手 这是 我想各位 你们大家中观 都知道 所以有时候 不用太苛责 不用太苛责他们 教练委員長 不好意思 你一定要去中观 政策或去哪裡 有去废话 不可以 因为我们疑人关的 在那裡 交通变得好 我们人家 没有把我们政策 有人逛 分配又逛四个 丁街 直瞬的时候 我跟你说过 一定要政家 替我们基权 在那裡的政策 为什么要逛 所以高雄 刚才有来直瞬 这个问题 是非常关心 很怕 我们这些警察弟兄 过劳死 对 这些数据 我上 11岁定期台的 在我来问 这半年 我都有11月 差不多半年 你有的话 他我还会带我们 之前逛几月 是 这部分是不是 让我这边大概说明一下 是啊 那这个我们谨例 以上一次跟您报告来讲 缺额不但没有减少 不但没有增加 我想这个跟中央派谱 这个新进的警力这部分 其实当然有相关 但并不是绝对 因为我们流失的也很快 所谓流失的情形 第一个可能退休 还有一个就是 可能就是统调 他返乡 比如说可能中在中部 南部 那时间到了 他会请调 回中部 回南部 宜安县总局的 名额不要说 包括我们有些 省政的什么的长官不要说 我们分座所有的五十四个 派出所有的家庭有五十四个 这些建设备有够用 这些人应该有够做吗 是确实是 警力是确实是相当 你车到我的主要是 182个 缺了182个 14% 你现在说变 缺14% 刚才减4个 是这个是算到我们4月底 4月30号 那确实是 警力确实是不足了 但是 就诚如我刚刚所议员所报告的 中央的部分 大概每一年 大概6月12月的时候会有一些 新进的警力补进来 这个新进的警力呢 包括 这个学校毕业的 特考分发的 他新进的警力 我现在就是要拜托你 去争取 多争取一些 来补我们这个一安线 能争取一个两个 算一个两个 是 最后他今天到分担节也好 至少可以减少一点点 他们的那个 反路的这个群怒 对 这样好不好 好 好 在一会儿的时候 我要讲话这个数据 是 好 你请出来 我为 我们 这个 三星分教长 学文局长 我请教一下 你有去参加 所有金融会 华东国吗 回答 没关系回答 非正式的有 有互动过 有互动过 好 书澳分局长 李分局长 你请坐下 你有没有参加过 金融会的活动 那个书澳 书澳的金融会 跟义座报告 正式跟非正式 我都会参加 金融会相关活动 那吴分局长 有 我们跟那个金融会互动 都蛮不错的 好 请坐 那邱分局长 跟运作报告 只要这个金融会的活动 我们都会参加 有其他我邀请团过来 我们都会有 有正式或会正式的互动 以上 好 那高局长 你有没有参加过 与阳关 警察自由会 有 有 我们就警察 警察自由会的 我们会参加 那不一定 每一个分局的 只有办事处 就不一定 有 好 好 请坐 分局办事处 就不一定会参加 请坐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这个局长 我知道 那 杜察长 你应该是没有吧 杜察局有很压缩 参加 什么 你说什么 那个 警察局的 那个 警友会有参加 然后分局的没有参加 胡威武那个 县警友会这个 对 好 请坐 那 曹分局长 没有啦 你不要紧张 我 我跟你讲一下 我苦口婆心跟你讲一下 之前 你说要拜访拜访 我说都不用 因为我会说 我们 建策 起义优会 顾名思义 就是一个民间的自动自发的团体 我相信 我们 医院建议会 在我们医院本教 如果有一些 我们的行事案件破案 还是说 在这样的不好的方面 然后 然后 有些会自动自发的 颁发一些破案奖金 给那个 我们基层这些 警察兄弟 一个鼓舞 一个家许 但是 我觉得说 这次 母亲姐姐 模范母亲活动 我觉得说 扮六十岁 二安市的民意代表都去 为什么 独独呢 我们二安分局的局长 你这么大牌都不去 结果仅一个 那个 陈正亮去而已 我觉得很奇怪 两个啦 客长 两个啦 不得人做完啦 哇 那我 那我不知道 对不对 我觉得说 为什么 你心里那天 你有情努 还是说 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可以请你解释一下 跟许员报告 不好意思 整理这个问题 可能我个人爱改情的部分 在经许会 以兰经许会来参加 我可能参加的次数没多了 当天因为我个人可能去台北处理事 我又跟你所谓到 不去统计到其他东西 当然参加这个部门 因为我个人要来参加这个職任 我确实不去统计到我其他东西 要来参加这个活动 当然依照理员所说的 经许会是我们强和有力的后盾 这个我们都 这个互动关系 大陆市也都做到有声有色 是是是 我个人是其他单位 服务的经验来说 跟经许会的互动其实都还不错啦 应该亦都也可以去打听看看 我也很希望 罗列说 对我们当事当人方面 有所表现方面 我们经许会也可以 跟我们鼎力相助 这部分我会来改进 跟许员尊重的报告 好了 这样希望说 不用说每次 如果比较有大型的活动 我希望你参加 好 不要你再说 这样 这样是后面有更大的活动 麻烦你参加一下 只要有用 你都要参加一下 增加一个互动的关系 我跟你说啦 分享 经许会这些人 他们一年 一般来说都九五千块 他们都是自动自发 然后以前会发一个什么 警察自有会的一个证件的名牌 你想一下 议员连关心 关心就会被人家说成关说 而且议员去关心也都没什么用 也就是拜托他们 能够比较妥善处理 把他们关心一下 这样而已 各官是警友会的一些人 他们根本没想到有什么特权 有什么欲罗没做的事 他们只是出于说 疑人关 每一个地方 他们那些参加的人 都真真真是要跟我们 体恤警察弟兄的辛劳 跟他们有一个互动而已 做一个联谊而已 还是说 他们的有的是 议警也有 还是警友会 他们都有 跟地方的地区 还是巡守队 做一个互动 一个联谊 不管我们地区的 既然这些环境 跟他们这些地方 这些巡守队的人 也好 议警也好 警惠的人也好 有一个互动 不管什么事情 要处理上人民合作 互相互利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活动 我是希望 后来你老师 开始去参加一下 当然 你有信心说 这点你能做 本事就没话说了 因为知错能改 而且 你问题全不好 因为你自己 在我们 疑人教的环境里面 还是说一些 一些 建策的环境里面 他如果破案的时候 你都会自掏腰包 发奖金 破案奖金给他们 这个是真的值得肯定 值得加学 我想 各位分局长 各位长官 队长也好 科长也好 这个 我们二人分局长 这个做法 真的是 小小的一个鼓励而已 就是说 破案才能 讲队长 你们行事 都蛮认真的 真的 你也可以说 自己就请他们吃个饭 这样子也没关系 这个 跟那个队员 组员 连你这没什么的 像我们的 吴文局长 曹文局长 他自己都 自掏腰包办 破案奖金 这些人要值得加学 但是 在这个社会关系上 警民关系上 你就真的要改进了 希望没有这个 下次的情形了 整体来说 就是 希望高局长 我们 我们 这个 警察缺額 这个问题 真的是要拜托你 然后 我的基凡 建雄议员 也有提一个案 我本来也要拿 但是他也要拿去 就是 我们疑人关 所有的基层研警 他们的勤务加急 是不是可以稍微 把他们提高一点 以激励他们的事情 因为 勤务加急 就是一般都是 多加班 分享一下 一般都是加班 或是 後夜来的 所以 你多少给他发 一个适当的证明 好 我想这个 你也可以 做一个参考 感謝 你们大家 对我们疑人关系的 交通付出也好 留学员 刘队长 你这个交通问题 最近也有改善 雪色的塞车 这有点 但是 我觉得疑人 失效的交通有什么改善 也感谢你来到 好 以上 谢谢 那我 出席 感谢大会主席 那个 高局长 我们 警察局的 所有的 分局长 各科室的主管 各位同仁 各位联络人 大家老早 就叫我们高局长 依据我们 柜局 本次的工作报告 比上次的工作报告 减速非法枪支 以及毒品绩效 有提高了50% 也查获了枪支 有27支 毒品的重量 有9691.18公克 在这里 本期要感谢 我们高局长 以本县的所有的警察同仁 你们的辛苦 如果这些枪支 以及毒品 未破获 流落在宜然县境内 真的无法想象 会造成怎么样的伤害 以这些数据 以这些数据 的显示 其实 吸毒的人口 不减 反对 反对 比较低 这个部分 是不是年龄层的部分 已经下降的趋势 是不是这个部分 局长 要继续为我们 毒品的工作 而继续 来加强 来查查 不管是国分教 或是 国政策 或是 行政大队 我相信 这些毒品的日落 你说 要去宜然县境内 来做毒品 你看 这个机会会 应该是 也是有啦 不是说不可能 可是 中国的便宜 要说 跟社税通缺 以后 速度 持来 跟我们二人关 中国的策定 这个时间的速度 所以说 会造成毒品 那么近 不关系 国中修的修学 这个年龄的趋势 会那么大 这个部门 局长 你不知道有关心吗 你等一下 慢慢来 没关系 在县长的施政报告 所讲的 安心宜然 确保治安无力 本席觉得 不安心 非常的忧虑 在这边 你们要如何的强化本县的治安 在此我要救教高局长 治安是没有特效要的 也不能超短线 需要长期的 规划以及去经营 才能长期久安 才能长期久安 我也知道 这个会局 很多的议员可能都会问到你治安的问题 刚才 也有跟蒋大队长讲到这个事情 没有啊 我们都有破案啊 我知道你们有破案啊 可是 要怎么样去防范宜然县的整个的治安 这才是最根本的基础的方向 不是发生命案 发生策案 发生毒品 会不会来组成 来治安的问题 发生手案 这来说我一定破案了 我一定抓到了 这叫局长的高见 主席 好 谢谢这个陈议员的这个关心 那陈如刚刚议员所说的 我们依然确实在这个交通便利之后 除了民众享受到这个交通便利带的方便性之外 但是相对的 也增加了一些我们 一些额外的负担 尤其在治安这方面 那这个枪跟毒 一项都是我们非常重视的工作 那去年呢 我们在这项 104年我们在这项工作的这个 这个成绩 在全国的评比都算是不错的 那这个并不是说 我们侠内这种治安 这种案件多 所以我们才破口多 确实 而是说我们在这个 这个治安的措施上面 我们的重点 重心我们真的是 我们有做了一些调整 包括给一些远景的这些鼓励 以毒品来讲 因为我们了解 证办 毒品是现在大家所重视的 包括我们明天都会针对这个案子 做一个专案报告 好 那 毒品案件的侦办 它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不像我们这个 比如说 远景执行这个取替酒后驾车 攔下来 这个酒车机一吹 一翻两电眼 有酒驾 没酒驾 马上就知道 时间很快 但是呢 侦办毒品的工作 就不是那么容易 它需要长时间的 好 的一些 谢谢 我知道 你讲的我们都清楚了 可是在这边还是要 给你们建言 其实治安是 要有长期的规划 也非常的感谢 我们所属的警察同仁 为宜蘭县的治安 请努力 机长请坐 来我再救救你 依据我们县长的施政报告 在这个诈骗案件发生有233件 破货有214件 破案率高达91.85 请努力 请努力 你们移送 移送法办的以后 判刑的有几件 请局长回答 诈骗案 是 不好意思 因为 判刑的这个 我们也还要在逐一的 个案的再去做个 做个确认 这部分我们是没有 这方面的统计 好 你会后给我吗 好 就是移送 移送法办后 判刑的有几件 我们是移送 第检署 第检署他起诉 看起诉的状况怎么样 然后在最后判决的结果 我们会再提供给益座 好 局长请坐 好 今天的周刊 也 这个封面 近期刊物的封面 他说 地球表面 最邪恶的企业 为何全球的总部在台湾 台湾的诈骗集团 已经到几世厌恶的地步 说台湾是诈骗亡国了 真的不为过 这群诈骗 骗徒专法律漏洞 躲在人权的保护下 的骗徒 在法律又轻判 更造成诈骗集团的 嚣张以及怨恶 所有的被害人 真的 欲哭无裂 把他们的一些 一死人缩贪的钱 都往他们骗走 也求助无门 所以我在这边 我要就叫我们局长 就是说你要如何 去提高我们本县的 这些诈骗的手法 因为 越来越新 他们的技术越来越好 你要怎么来奉集 我们 诈骗集团 会当 去我们二人关 没才能生存 我要听你的 你的高见 好 谢谢议员 对诈骗案件的关心 其实 刚刚议员说讲到 有关于桌灯报导 我们国内对诈骗犯的一些 处刑的这些 我是审表同意 完全 而且 其实我们一般的民众来讲 对诈骗的是生物痛绝 但是我们 台湾是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一切都还是按照法治来做 我们警察是执法单位 所以 我们也只能尽全力的去做 这个查契 然后移送 至于说 事后 法律的如何判决 这个我们 真的是 也只能做一个观望 但是我们是也中心 我们的看法 跟异作是完全是一致的 好 谢谢 诈骗案件 因为 要防止诈骗 第一个我觉得是让民众 要有这个危机意识 了解 什么样的诈骗 目前大概流行 什么样的诈骗手法 你可能会碰到 什么样的诈骗手法 要让民众知道 他才是碰到状况的时候 他才知道去如何做因应 不要什么事情 然后跟你讲一个事情 你就随便都当真 所以我在宣导这一部分 这是我们警察局要加强的 把各种的诈骗手法 让民众来知道 那随时的 没错 165啊 你们现在警政署165 防诈骗的嘛 是 可是地方 地方还是要再加强 是 警政署 他们 这边有没有经费下来给你们 有 我们包括这个 在各种的这个集会的场合 都会做这样一个宣导 包括甚至 我们警政署165 他有一个 就是LINE的一个群组 我们也都会 用我们的一些相关的 去做转发 在这边 本期建训高局长 希望把这个诈骗这个手法 的宣导 能够扎根下去 你像社区也可以啊 你社区那样 社区那样多 尤其社区都是这些 这些老人啊 是不是可以跟社区 鄉定公所来做一个结合 是 对吧 因为你也不用擔心 我给你做清楚 是 这我们全力来配合 往下再跟 社区 这些民众 这些的 这些给他们都尾声 都较了解 较清楚 这我们全力来配合 这应该是朝这个方向来做 应该是这样下去 不然因为 他们电脑什么 他们也不了解 是 这些3C成品什么 他们都不了解 是不是 用这个方式 下去后 以社区下去 下去做一个算讀 这样 应该是也都比较好 好 是 我想这边也跟一座报告一下 刚刚您所这个 讲的这个 我们在工作报告上 所提的这个数据 诈骗案件发生233件 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什么样的诈骗呢 就是网购 网路购物 然后付了钱 对方没有出货 有很大一部分是这种状况 但是这也是属于诈欺的行为 所以这个也 所以网路诈欺啊 网路照片啊 这个跟我们所谓的假检警 或者是什么机房 用电话诈欺 但是有点点性质上是不太一样 但是在罪名是同样都是诈欺 那这边跟一座报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lod hätten cód bugs aggio正 那いて needs evidence 就是你要如何敢做 诈骗集团 你要如何 christine 咱咱咱夕 这就是重要的 我要问的是这样 整个的过程 зан 我也不用了解太多 因为这就是你们的专业 你们去处理就好了 纪念网集团 要盡量裟照 這個照片如果盡量監禁掉 別再去那邊關閉事宗嘛 這也是你的職責 也是你的天職 來 您請坐 再來 上次的大會 本席有建議 將本縣的入口號制 以及養護回歸我們建設處 交通控制管 以提升我們交通控制維修效率 並達事前統一的案件 現在依然縣政府 所屬的機關組織架構 一定明年1月要開始 要成立交通處 也是要為了解決我們寫稅 對塞車以及我們各市區的塞車的問題 在這邊我要請教局長 有關本席要建議你 是否有建議事項要納入未來的交通業務 有沒有 請你說明 是 非常謝謝議員的關心 我們縣政府在組織修編的這上面 確實在未來交通處成立的時候 也是一位議員的建議 還有我們警察局這邊也極力的爭取 那縣政府在縣長也蠻支持的 未來有規劃 有計畫就是把交通號制的維修 有路邊收費停車 還有這個道安匯報 目前是我們交通隊在辦這幾項業務 會回歸到未來的交通處 來做主政 這樣子會比較專業一點 所以說將來在這個組織修編案上面 也請各位議員能夠多加支持 本席是希望說你把這個明年的這些業務 能夠順利的移交 警察局這邊要把它更專業化 確保我們警力也一樣能夠去鼓勵我們警察這些同仁 提高我們治安的維護 給我們憲民一個非常的安心 以及安居的環境 我相信如果把這些業務回歸到我們交通處 能夠提升我們的防治力 對不對 還有我們的執行力 破案力這個都是有幫助的 明熙來是希望把警察的專業度回歸 回歸專業化 這樣未來這些機閃的檢察 他們的夾無量 交通處這邊夾無量不接不太多 你回歸專業嘛 本來這個就是要做的事情 來 您請坐 謝謝 我要再就叫局長 警察在交通的執法 本期絕對肯定 可是 在做執法的工作的當中 絕對不能偷偷摸摸 本期已經接獲 很多的民眾陳情 抓違規 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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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裡站起來會同樣討論 我在這邊 可能是有你們執法的技巧 可是 這樣民眾心腐口服嗎 在宜蘭縣各匣區 很多的路口 都有類似這種情形 不能宜蘭縣的財政缺口那麼大 你要搶錢喔 要搶錢的 要去銀行搶 給民眾這樣的烏緣化 我是認為說 真的 我們在執勤的當中 是不是 能夠 很 因為 這要怎麼說 就是 你要去銀行 要去銀行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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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台台風風嘛 你跟銀行搶不到 你就是要搶了 或是 有時候他就是 搶起來 讓民眾 感覺到 非常的厭惡 在整個的 縣內的 轄區的 不管 哪個道路 有 超速 超速 這個照相機 頭前一定有一個 說 前面有 有 有照相機喔 有違規超速照相機喔 民眾他會去 去 可是 有很多的 各分局的派手 警員他們就沒有這樣 這個地方是不是 局長 你們是怎麼處理這個 這個事件 這個方法 還是你下的指令 是 謝謝議員的 這個提醒喔 那其實 警政署 包括我們警察局 都長年來 一致在的強調 要求我們遠警 不可以像議員 所說的這種方式 躲在這個陰暗的角落 來這個 來取締民眾的違規 那這個 但是這個 這種狀況 我覺得 有的時候是民眾可能對 在認知上面 會有一點點差距啦 因為會 會繞著民眾有這種感覺的 往往所取締的那種 違規的太陽 是動態的違規 舉個例來講 譬如說是 這個違規左轉 或者是違規右轉 那我們遠警 往往會在 違規已經轉過來的 這邊的這個路口 在這邊看 你如果違規左轉的話 當然就把你攔下來 局長 局長 我 一個月給你們拍三次 我也跟司機講 這邊就沒有 這邊就沒有 那你就敲燒了 都是被偷拍的 這是 架輸人的不對 你限數多少就多少了 可是 我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去想我們 我們台台風風 不然你就是要有 警告的標語 你有的路段 他就開六十的 你把 反送 幾十幾十 我是認為說 這是一個 交通耗制的 也好路 可是 很多的民眾 他來澄請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給你去我 我感冒 可是 今天你要台台風風風 到我路 你頭前要有一個 警示的標語 你不能 躲在 陰暗的地方 來偷拍 或是藏起來 來拍這些 違規 違規的 側數的 的照片 這是他們的 陳情的一些 這也是你們 執法上的 一個技巧 這個技巧 我是不認同的 很多的民眾他也不接受 這樣的 這樣的 過程 是不是說 在這邊 跟你討論 是不是 有什麼方式 能夠 讓民眾更明確 的 去了解 這個部分 他說 你這個地點的頭上 你要放東西 我到現在去協商了 你不要開得快 是這樣 跟 一座報告 我們如果是 這個超速的 這個照相 前面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 這個 警告的牌子 就是前有側數照相 請慢行 一定會有這個牌子 那如果說 民眾 有接到這個 側數照相 前面沒有這個牌子 可以給我們 提出申訴 你可以給我們提出申訴 我們會到現場 去做個檢視 如果確實是 一座您所說的這樣的話 應該都沒有啦 應該都沒有啦 警告的都沒有啦 我們會 前面會有 常有側數照相 人都會慢速 不然怎麼可能給你 就是幫你搶那 不知道幫你去不去 那是不是可以 這個就是一個技巧 可不可以把這個地點 可以提供我們 我們帶到現場去 做個檢視看看 因為我們一定會有這個牌子 現在好像很多地點 按照我們的這個相關的這個SOP 前方一定要有牌子 就是常有側數照相 或是前有側數照相 這個牌子 好啦 你們再研究看看 不要有這種 偷偷摸摸的行為 好不好 好 局長請坐 再介紹高局長 18坑二度 我們增加多少 在那裡的投資 那個經費多少 請你說明 這個圖 意思我不 對不起 因為所謂的資安的投資 能不能指的是哪一方面 或者是更具體一點 資安的投資就是說 你前線的 不管你哪個局處 你當地安這個工業 到底有多少錢 你想說 我們環境地區 一年的醫生 多少 資本門 經商問嘛 對不對 你會算多少 我想我們警察局存在的目的 就是在維護資安 維護交通 所以我們每邊的預算 每一毛錢 都是為了資安 為了交通 我們以今年105年為例 我們有總共編的預算 包括各項的費用 有17億多元 那這個都是投入在資安上面的一些成本 好 本時就是要問的意思就是說 依然縣政府 它的財政缺口那麼大 相對的 對我們資安的投資 又嚴重的不足 啊 我們基杉的這些 檢察機關 人力又不足 人力的結構 人才的培訓 以及專業的能力 又相對的 能提升嗎 再者 我們的聽聲 車輛 裝備 老舊又不足 是不是會影響到我們地方 治安的能力 這個地方 啊 治安要好 你就是要投資嘛 你要去強化治安的維護能力啊 啊 你沒有投資 你是怎麼去 去把這個治安去做好 這是本時去憂心的地方啊 在這邊 如果需要本席的基層建設 我絕對全力支持你啊 也給我們前線的警察同仁們 有這些資源啊 是 謝謝議員 你看這樣可行嗎 是 非常謝謝議員 我也知道警察局的 的 預算本來就很少了 不要說很少啦 因為用也用不夠啦 看那補也不完整啦 在這邊 我還是要再度的要求你啦 警察的人力 一定要補給照的啦 不照的補恩 你身為一個 敵安的主政者喔 你要全力的去 向中央喔 把這個 不照的人力來補足啦 我相信 因為過去可能 警察學校跟我們 基層這邊 可能有一個斷層非常的大 可能現在已經要補足了吧 應該也有多 從學校退休的也有很多了啦 希望高局長能 能喔 加強的去上 我們警政署喔 來 來請教人力 我們議員官啦 以我全力來爭取 可以啦 是 好 以上喔 這個主席 我們決定喔 呃 郭文決定 郭主席 我請教齁 大家辛苦啦齁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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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問有 這個去年當中 兩者這個切刀案的 這個切刀案 到底什麼進展 有什麼進展 這個經過情形 我們局長說明一下嘛 好 兩間大間的這個 這個 這個酸乳嘛 酸乳切刀案 是 呃 謝謝議員的管型喔 那主要是兩間 一個是珊瑚店 就是 的切刀案 另外一個是民宅 裡面他自己所私人收藏的一些珊瑚藝品 呃 招切的這個案子 那這兩間案子 我們都已經偵破喔 呃 呃 以這個珊瑚店 他這個被切的這些 呃 呃 呃 我們也追回來部分的贓物喔 但是 很不見沒有辦法完全追回 追回 那我們目前還在 呃 呃 在努力當中 那這個嫌犯他是一個集團 所為喔 那目前還有這個 有一位還沒有到案 那其他的共犯 我們都已經到案 我們目前也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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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說 這個停止這件偵辦 因為這個祖先還沒有到案 還有部分的 張武還沒有追回來 那我們持續來 持續來做偵查 另外一件這個民宅 呃 呃 裡面他私自收藏的 私人收藏的 珊瑚藝品這一件 我們也偵破了喔 那這個竊賢的部分 我們也 呃 也依照 也依法來移送法辦 那我想這個 這個針對這部分 最近所發生的這個 這個珊瑚藝品店 珊瑚藝品被竊的這個案子 我們警察就為了遮身 我們刑警大隊 針對這也是藝品店 不見得是珊瑚了 我們俠內有很多的這個 這個棋木 木頭 或者是棋石的這些 類似這樣的藝品店 我希望我們會針對 這一類的藝品店 會做一個專案 看怎麼樣去給他們協助 增加他們相關的保全設施 那增加他們的一些安全性 我想這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那也先跟議員報告 前一陣子 去年也發生了幾件廟宇的工作箱 被這個切賢偷取的這些案子 有幾件的廟宇 都是一些消消所為 那我們也針對這部分 也針對廟宇的香油錢這個的保全的話 我們也做一個全面的檢視 協助這些他們廟宇的這些相關的管理委員會 來強化他們的保全設施 提供一些意見給他們 那這個當然是亡羊補牢 但是我們事前的預防 這個警訊給我們是一個警訊 這案件的發生是給我們一個警訊 我們會在這個治安上面在家的努力 那像在這個南方澳那個地方 是這個 這個遊客非常的多 然後這個人口住宅是非常的密集 人口密度是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在這個 我也會要求我們蘇澳分局 在這個警力的調度上面 勤務的編排上面 一定要加強我們這一代的一個巡弱勤務 決定了 這個選判 你現在釣到... 警察警發現 這個公司都釣到 這位選犯目前還沒有 你有沒有掌握到去世 現在這樣人跑到哪裡去 有沒有掌握到 我們要目前 taki在哪個區域 但是具體的點我們還在追查 大概是在那個範圍裡面 但是具體的點我們還在追蹤當中 其他共犯現在是不是關著還是收押 現在是租的這個有走出來嗎 就我們的資料我們也實施儘管 目前是沒有 應該是還在國內 但國內就很好找啊 在國內我們全省就在生日 謝謝議員的關係 這部分是不是容我待會會後 我在私底下跟議員做一些比較詳盡的報告 因為有些偵查上面的一些做 不公開 是 不方便在這邊公開的做一些 要加加強 加加強嘛 是豬豬鬧的這個也很重要 因為現在的主席 你看看 那麼十五店現在 可能旗利酸吾店那麼大 哇 那都不得了啦 是是是 然後在那個綠洲那邊也有 港務局那邊也有 四號街也有 都是酸吾酸吾酸吾 酸吾是很精品的 很貴的 所以現在是所有這邊這裡現金隊的 現在我們議員這裡現金隊的現金隊還是大 現金隊的現金隊 在這邊要加很多這類的 詐騙集團就是要加強 針對南方澳這一部分的話 我也會折衷我們蘇澳分局 針對這些比較 這個 這個館內 價值高的這些場館 能夠 加以協助 就是在保全設施上面能不能再加強一點 因為畢竟警方的巡邏 不可能24小時全天候的 我們會這個因為我們範圍 也有範圍是蠻大的 所以他們本身的保全設施也相對的很重要 我們會全球加以輔導 你先保全喔 因為南天公司金馬祖和義馬祖 近南公司酸五馬祖 他們晚上的時候 他們晚上的時候 我們都 南灣外保守 十二分局有沒有連線 緊零連線 有沒有緊零連線 我可能要實力再去了解一下 不曉得 應該要緊零連線一下 這個是 這個珠寶店也要緊零連線 因為比較方便 晚上的時候 警察來的時候 不是啊 小偷來的時候 怎麼 叫你們 來來來去跑 不能追蹤 是不是緊零連線 這個是 靖南公 南天公 還是 酸五店什麼店 這個大店 一定要 你給他勸導一下 給他輔導 輔導 加強我們 緊零連線 設備 緊零連線的設備 這個是非常要緊的時候 就是 以往萬一嘛 以往萬一 我就希望 蘇澳分局 軍官分局長也在這邊 拜訪一下 這幾個單位 這幾個單位 這邊 正在珠寶店 這人說 藍天公 都是 精德和酸五都很重要 這部分我們會在 跟這個 他們做一些聯繫的時候 幫他們做個檢視 看有沒有 周不周全 如果有不周全的地方 我們會給他一些建議 輔導 緊零連線 也沒有什麼 輔導 緊零連線 南萬澳發授 四號分局 就可以了緊零連線 我們去檢視看看 看有沒有 現在有沒有 我要去檢視看看 文局長 你有知道嗎 幾家有幾家沒有 現在 現在緊零連線的 四號鎮幾家有緊零連線 都沒有 你說明一下 您坐下 這部分 我跟益作報告 有關緊零連線的部分 我們只能站在輔導的立場 對 去輔導 那假如說商家的部分 不願意裝 我們也是跟他勸說 可是沒有強制力 那至於 轄區裡面 緊零連線的 加速是這部分 我們目前現在 手頭算是沒有資料 那益作有需要的話 我們會以後再提供給益作 那當然我們在 這個 南方澳六連禮的 一個資安座談會上面 也有把 剛剛益作所 垂詢這兩件的 商務案件 四千案件的案例 跟我們偵辦的一個情形 在不違反正常不公開的狀況之下 有做一個宣導 那在 那個珊瑚店 去年 去年 11月13號 那珊瑚 這個 切到案件之後 我們南方地區 幾乎 我就我所知道 測訪 我所了解 很多這個珊瑚店 跟一些 私自有收藏的 都有加設的 保全 跟住宅有裝設 這個錄影監視器的 一個狀況 以上 這是自己的裝設 自己的監視器 是加設的 但是還是要按分局 一個好幾乎 然後跑去手 就是警令線 所以最重要的 好 您做一下 我就請問我們的分局長 我們的分局長 是很辛苦 這十二是很辛苦的 真的 在我們 我們的 建安公和建安公的牽扣特別多 蘇澳的分局大家都非常辛苦 中午的時間整天都是從早上忙到晚上 我在這裡有幾點的建議 第一點建議就是禮拜六假日的時侯 還是早上的時侯 早上的時侯 江夏路 江夏路就叫涼旁江夏路 進來的時候就江夏路 江夏日都是人行道 人行道都是外來的人 擺菜賣東西 都是外來的賣東西都擺在人行道 都是擺在人行道 擺在人行道的時候 那個是 老人家 做輪椅 還是智障的還是什麼 都擺在人行道的時候 輪椅不能走到人行道 他都被他佔用 被他佔用 他只有在湊到裡面 這是很危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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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希望 風機長要加強的時候 就是 不管人行道 一定不能給人家賣菜 不能違規 不能加強取締 因為擺人行道的時候 他商家也是 自家 我以前在裡面還要擺在裡面 擺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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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要擺在裡面 想說 要再上上一台 有空車 一台 幾台 四五十塊 五十塊 兩台 兩台就是一百個 兩台 都幾個個有空車 人家不會怕你 人家不會怕你 這非常危險 是真正的 人行道不能 不能任意人家地摆东西 绝对要去 一定要去 尤其是 我也是希望你早上的时候 有时间的时候 放一放 没关系 走一走 尤其是南岸路 南岸路是一个 六米楼 六米楼而已 六米楼而已 这边没菜 一边没 开麵店 一边没菜 他要买菜是 自然吃摩托巴再摆下去 他要吃麵麵的是 摆托巴再摆扁 这样就不好 都不好吃了 在圆頭 圆頭的床材 都拿到 拿到手材 要把摆托巴再摆下去 要把摆托巴的人摆下去 像这些麵 警察来 人家摆托巴 摆托巴在順便 再摆托巴 那些地方 是不是要利用来摆托巴 來處理 來處理 他要摆托巴 不然你放到旁邊 人人走去不要摆托巴 人人走去不要摆托巴 人走去要摆托巴 要求公租 公租就公租就不摆托巴 公租就公租就不摆托巴 公租就民選就不摆托巴 你公租 政黨是明顯 當然當然當然他不管 都是沒有警察也不好摆托巴 沒有警察也不好摆托巴 你把他摆托巴 摆托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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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摆托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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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 在時下 警方 這邊摆托巴 很多人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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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托巴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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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托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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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不要 摆托巴 要順利嗎?總共有什麼樣的,你解釋得好嗎? 感謝翼座的關心 有關於南方澳地區假日的交通,這邊簡單地跟翼座做一個報告 南方澳地區比較特別,第一個就是假日外來的鄉客很多 因為有遊覽車,再加上我們南方澳地區地方停車不足 現在有關蘇澳港的部分,大型車輛的停車空間又收回去 所以說造成我們南方澳地區的交通假日更為嚴重 再加上在地人在江夏路南岸路這邊 也就是南天宮跟建南宮這一塊有關於商家在擺設攤位的時候 之前有一個協商,水溝以內是商家擺設的部分 我們分局有幾個做法 第一個就是說,有關於為了維持周邊的人、車的一個行止的安全 所以假日我們在江夏路跟江夏路從南天宮到建南宮這一塊 我們有擺設三角錐來做一個人、車的一個分流 那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剛剛翼座所垂巡有關於這個違規攤販的一個 這個稽查取締的部分 那在假日的時候,我們也是有經常性編排 在南方澳地區總共有六個港 有編排早上八點 一直到下午的十八點 總共有十個小時的一個交通稽查 定點或者是機動的交通舉例 或者是勸導的一個勤務 那這個部分 那除此之外 我們分局每個月也會跟政公所這邊做一個聯合的一個路壩 跟青道的一個狀案 那剛剛有關議員所吹詢這部分 那我們分局會加強有關於江夏路、南岸路這邊 違規攤販的一個稽查取締跟勸導 那對於購物的這個民眾的車輛跟行人的一個行止的部分 那我們分局這個部分也來做一個加強的一個宣導跟勸導的部分 好,謝謝 應該是要各分局 也不是你們蘇澳分局 因為宜蘭縣轄區裡面的鄉鎮 其實很多 就剛才陳正南一人所講的 四龍的整頓以及交通的維護 真的 這些違規的攤販 會影響整個交通 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羅東像我們 聖母園、破壞便園、南門路 這個路段 以及公園路、中山路 這個路段都蠻嚴重的很多的違規攤販 其實你們在 基層嚴禁在行樓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能夠 我們本期不鼓勵說要去開罰單 希望你們能夠用勸導的方式 來維護我們整個 鄉鎮轄區道路的交通的順暢 是各分局 不只我們蘇澳分局而已 以上 那個人行道的擺脫 都是 不是 大部分都是外來的 外人來賣菜 賣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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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菜 賣菜、賣菜、賣菜 我想說 這邊要勸導一下 尤其是 那些網路 要在南正里上去 或是南網路下去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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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擺下去 那車 人台車要先 一個要處理 一個要進去 網路 要這樣 時常發生摩擦 時常發生摩擦 我先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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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在樓頭旁邊的網路的最好是不要擺 最好不要擺 你坐下 我問這 在鎖上 我非常 我非常地關心 非常地害怕 憲主席 信號彈 到現在都沒有管制 信號彈 你前面就說 信號彈 繳回到 到 港務局那邊 還是十號那邊 他們的遺傳 沒那麼困難 在社會 鎖上也沒那麼困難 都是 過期也是放在 船上 過期 有過期 有過期 用三年 用三年 我們買差不多 過期差不多幾個月 差不多用兩年一半 過期都放在鎖底 鎖底 鎖底 現在外樓 外樓 外樓來 就是 說服務 印尼 外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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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跟里賓 都信號彈 拿著 拿著 你 這個信號彈 我希望接下來再建議一下 到底信號彈要如何再管制 你看看報紙 你要看看 這信號彈是武器的 我說這個名字是燒爬的武器 信號彈要加強管制 你現在要收費 如果有人收費 如果有人收費 你有一個獎金 我給你買一千塊 我給你 你補貼我一百 還是兩百 馬上大家都會收費 你沒有補貼我 我找到金錢去 我又要油錢 又要搶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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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 當然當然不要啊 當然當然不要啊 但你沒那麼吃飽啊 還在這裡 我先把事情打算了 你補貼有一個補貼方法 你回收來 我賣你一千塊 時間到了的時候 你回收來 我再補貼你一百塊 補貼一百塊 這樣就有人拿著你 有人拿著你 才有獎勵 獎勵 我希望 這個事情 你現在我們現在 跟副總理長 你是不是會鼓勵這個 你鼓勵 是 非常謝謝議員的關心 也謝謝議員的提醒 上個會期議員也曾經提過這個問題 我們也 回去也責任我們警察局的夜館保安科 極力的向上局做這個一個反應 那因為這個信號彈 確實在目前來講 我們並在警察單位 尤其因為這個在漁船上 您所指的是在漁船上這部分 可能還需要他們港務單位來做一個處理 那我想這部分是不是能夠請我們的 我講一條道理 有問反應的情形 是不是請我們的保安科科長 來跟議員做個說明好不好 有關於這個信號彈的 我們這個反應的狀況 點檔就好 一分鐘點檔就好 保安科 那謝謝議座指教 有關於這個信號彈的部分 跟議座做一個報告 因為我們信號彈它沒有歸類在 我們槍化彈料刀械管理處條例的 所謂的規範的一個槍彈 那在中央的部分 因為中央在80幾年還是90幾年 中央幾個部會 他有做一個決議 這個信號彈的管理是歸類在漁業署 這個部分 因為大部分都是做在這個農漁業在使用 那這個部分因為目前中央的 一些相關的一個規範的一個法令 還沒有比較一個完善的一個規範的法令 所以我們在目前的這個管理上 這個警察這個部分是比較沒辦法做一個管理 那如果說有涉及到相關的一些 違法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規定的話 那我們會照它可能涉及到相關的 譬如說刑法或是社會執行法 來作為一個相關的一個處置 以上我講 等一下你夜室 等一下我告訴你 你的時間搞是不是 他先說的 等一下你再 你不要再說兩分鐘就好 沒有啦 人家就照好了 我照好了 沒有啦 剛才先說議員 特別來講的 你要你快 我兩分鐘就好 我剛才說 我剛才說兩分鐘就好 現在就是 立足工業區的廠商 立足工業區的廠商 很多都在外面去租房子 那些外人都在租房子 現在外人去租房子的時候 很非常複雜的地方 我希望 像這個 定點市的時候 我希望 我們 我們京方 去加強 這個巡邏 加強巡邏 我們在外面去租房子 加強巡邏 這不用 這不用 我再跟你們說過 立足工業區 農足工業區 這些外人 在外面租房子 你們加強去巡邏 就好 我繼續 來 不好意思 我先繼續 時間暫停 先休息五分 氣氛很快 我先暫停 我先給題目給教長 時間先暫停 好 不然我們在這條節目 先暫停 可以嗎 不用了 你就一聲話說就好了 我們現在來休息 好 休息 教長 我提的問題是 法院的判決 你各把它跟信專區的保分 還有人事距離的問題 大家的問題 官社的問題 還有行政執行的態度 還有那個問題 還有電動玩具專區 有沒有可能 這樣好不好 當然 好 請您成功您演 主持人 各位同仁 大家辛苦了 剛剛有提題目給局長 大家集思廣義 勞力激盪 最近 宜蘭地方法院有個判決 針對礁西的比較特殊的 所謂性工作者的一個破管 法官裡面直接就講明說 奇怪 我們台灣人這麼奇怪 對於鄙視性工作者 對於AV女優 日本人 日本的AV女優 把他當作明星 把他當作一種引介過來 代理他的商品 他認為說 這是一個古老的行業 而且這個工作 本身是個弱勢 而且我們投資那麼多的成本 人力去取締這個工作 法官他判罰金 那針對這一部分 我會就叫我們的局長 局長最近也到哥本阿根 有沒有一些可以分享的 或是說 根據法官這個判決 你的看法怎麼樣 或交際分局 有沒有對於未來業務的執行 對於交際這些工作者 法官都認為他是一個比較弱勢的 而且他也沒有違反比例 他不是怕說 我該拿2000 拿了5000 造成困擾 對於社會的影響的層面 我認為他是比較弱的一環 而且你現在這樣做 法官做這樣的判決 那請問局長 根據國外的經驗 根據這個判決 將來你在政策指示方面 會有什麼看法 是 現在議員的關係 對於這個所謂性工作者 這次判決的案例 我是覺得是這樣 我們警察是執法人員 我們是依法行政 法律怎麼規定 我們怎麼執行 那至於說法官 他的判決 他可能會審卓 當事人的狀況 甚至是社會的一些 潮流趨勢等等 他會去做一個審卓 這部分呢 其實我們警方在這方面 我們是沒有 這個 這個 所謂的裁量權的 而且一般的民眾 對於所謂的色情 他們也很關心 所以我想 以目前來講 縱使法官 他有一個不同的見解 但是這案子 有沒有定驗 還不曉得 那這個案 我們還是會 依照法律的規定來執行 就像顯然 這個判決裡面 看得很清楚 連檢察官都放棄上訴 你請坐 你請坐 我的意思是說 我沒有法源 社會制製違法 已經賦予地方政府 應該要這樣做 所以當初我質詢的時候 羅東有一個合法的 只是羅東問題也不清楚 但是我不是一直強調這個 我是說法官 乃至於過去的五層環大法官 在接受審問的時候 四個 他們在審查的時候 只有一個女的保持 保留 其他都是比較寬闊 那行政機關 行政機關其實可以 本營你的業務在推動 整個大環境在改變 可以有一個政策指導 這個不是說法官怎麼講 不能影響到你 那大法官也就有講 社會秩序違法 民定地方應該 其實有時候都懈怠的問題 沒關係這個問題 那哥本阿根 你去看了 有沒有什麼可以分享的 丹麥的部分 這個問題你沒有回覆啊 是 跟印度報告 但是我們沒有去 這個觀摩所謂的信專區啊 這個 所以這部分 呃 我倒沒有到去 去 主要你請坐 我替你擔心 我替你擔心 你請坐 我們不提那個問題 你既然都沒有刻意去看 有 你也沒有排 我替你擔心 你這個行程是顯然是有問題的 那就真的是旅遊 因為你的業務 一定要有關嘛 否則 人事啊 警察啊 你去不能說 沒有去看這個 但沒有關係 另外我再請教 我們人事有人事的紀律吧 我們軍方以前如果說 對上個位階 譬如說中校要晉升上校 有找人官說 民意代表立委 那局長如果說 我舉個例子 以我認識了 賴明洪主任 從台南這樣一個警官學校畢業的 那駐台南縣當然 那時候陳水平他也很紅啊 他是綠色的這個 這個執政 但是來我們宜蘭以後就不紅了 也很認真 也很 慘淡經營的 經營到現在 兩毛三 那我們同仁 如果有人 譬如說在重要位階上 以那個位階上去透過關係 職務上 那我們警察這邊有沒有作為 回答一下 四千議員對我們 有關於人事生前的一個關心 剛剛您所說的 這個我們賴主任 並不是不紅 其實 我們每一個幹部都是很 都是我們警察局很重要的 我個人很重要的左右手 那至於說 所謂的 您所關心的人事官說的問題 我想這個在 我們這個人情社會 社會的這種人情的這種 氛圍下 難免會有這種關收的情形 但是呢我想 我身為一個單位的主管首長 我有這個責任來把關 就算有人跟我講 但是我還是會依照 我們既定的一些制度來走 譬如說我們有所謂的 升遷制度這個 升職的部分 當然有我們的職積積分 那如果說職務的輪調的部分 也要能夠視財視所 我想這部分我個人應該有這個信心 能夠做到 好 你請坐 其實都有模糊地帶 我意思說 警察跟軍人都是一樣 他是有規定 有規範的 你可能有很多管道 但是你宣誓 或者說法規規定在那邊 人審會的時候一攤開 你有講究兩年 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因為也把你們去除掉 你提不提來討論是另外一回事 會跟你講是一回事 但是對於長期經營 我不是說名統不好 我是認識他 因為他內人也在遺商教書 我對他非常了解 在這個陣營裡面 他也是一步一腳步 我是舉他的力 對於認真做事的人 煩惱是 比如說你的位置 不應該是那個位置 他透過特殊管道 去調到那個位置 我相信局長你也不樂見 那以我們軍方為例 是絕對就是管制兩年 好 今年比如說你中校 你找過立委 找過民意代表 匡在那邊 就是兩年 以後再討論 不是不給你機會 就是說我還是會給你機會 但是你必須要 那這個紀錄一旦定下來以後 大家隻手進退 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會比較公平 因為我聽到 有本事的人 他可以找到現場 又可以找到議員 這個我覺得不足取 因為警察是一個組織 是一個團體 要建立一個公平的人事應用 所以我這邊提醒局長 這個真的要宣示 而且人事單位就是要定規定 你只要透過議員 確實是來關說 那個職位 甚至不應該是那個職位 對不起在討論的時候 就大家拿出來公審 這個我是提議的 那另外有一件我剛剛也講了 就是說我們五個分局裡面 只有郊西分局 現在沒有改建 對不對 那交區分局我在看 他的量是不足的 因為他的業務量是多的 多的 而且在那個市中心 停車啦 乃至目前的那個摩托車 我都覺得有問題 所以我建議是說 局長交下來 因為不管他土地是屬於 國有財產局 或者說屬於哪個部門 或者需要跟企業連結 因為那個地方是很熱鬧的地方 如果我們分局不一定要在那個地方 或者要在那個地方 如何跟企業來做合併 好比如說 他是國有財產局 國有財產局 可以跟這塊地 跟一個業界來做連結 住他們幾十年 幾層樓蓋給我們來用 地下室把它挖出來 我的建議是說 目前唯一郊區分局 是沒有 是沒有變動 而且我看是 那個辦公廳設施顯然不足 光偵察隊裡面都是違章 我去看都是忽然間 又加一個加一筆 我們在要求別人 我們自己不能帶頭 非常你有沒有什麼決心 要宣誓一下 或者要求郊區的分局長 針對這部我們一起來努力 需要我們議員做平台 或者立委要做連結的 我們都願意 你要宣誓一下好不好 是謝謝議員關心我們原景的這個 辦公的這個環境 那以這個我們目前局內的五個分局來講 大概除了郊西分局之外 羅東分局其實也是蠻老舊的建築 那可能縣府未來的這個第二行政中心會納入 那當然郊西分局以目前來講 它的這個停車空間也確實是不足 陳如議員所觀的確實是不足 那至於用地的取得 我想這個可能我們還要再多方的思考一下 因為目前這個是地是國有財產局的 那如何去尋找更適合第一個地點 因為警察單位不像一般的行政單位 他一定要在自己轄區裡面 大概能夠適中的位置 警力出勤會比較方便 比較方便民眾的一些這個報案的處理 所以說地點的選取 還有這個地幕是不是相當是不是符合 我覺得這個我們都要通盤度考量 那我想這部分我們過去也曾經有討論過 有幾個地點有在考慮 那可能那是因為目前可能礙於整個的一個規模 我們整個警政的這個相關預算的規模 目前是還在演繹當中 主長請坐了 主長我的意思說 其實你把大方向交下來 我們有分局也有我們的後勤科 其實不要怕改變 可能有一些限制因素 但是你多想一下 其實那個地方它是很貴的 而且是目前分局在那邊 其實是不合我們交際整個編定的問題 我甚至都建議說所有的機關都要攬簽 在我們交際來講 就比照當初縣政府移到這邊來講 你看多麼好的一個辦公廳設 他只是把比較市中心移到這邊 那我們這邊也是可以到白俄到市城到林美這個區塊 甚至交際分局的轄區不單單在交際 它頭層跟狀為都可以考慮 有些編綴地點 我的意思說 我提這個發想 大家一起來做 因為也有很多同仁 在地的同仁 他確實有這樣的提出跟需求 我們在討論過程中 所以我們局長也努力看看好不好 因為其他的分局都已經有規劃了 交際分局沒有 那沒有 將來也有明德班可以做 就把那個公有的部分我們做連結 那把這一些跟國有財產局 因為他們有價值 或者跟企業 他們蓋整棟蓋二層層樓 十層樓給我們地下室共用 其實都可以朝合作的方式來考慮 另外我要請教局長 我最近也感受到就是說 交際分局確實也很努力 我們溝通也都沒有問題 但是往往在基層在執行手段 然後那個比例 會有時候會顯然會有問題 比如說對於合法的旅館 對於一些餐廳的部分 那我的感覺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建構一個就是說 你所有的業務不是我想到哪裡就到哪裡 你想到哪裡 因為你都是穿警察制服或者警車 能不能有個連結 必須要當事人簽名 比如說到旅館到餐廳 你開了車過去 不是說我想到哪裡就到哪裡 那這個你的出勤都有紀錄 那分局這邊也都有可以可查 那在會讓人家感覺說 有些合法的部分不會好像無端的被騷擾 久等我到現在看到警察我都很強 因為小時候的經驗嘛 雖然我當過主任軍事檢察官 但是都會覺得怕什麼事情 一般人警察去都會比較氣差 但是如何把這個氣差變成你一個合法 我們人家反應給我們 我沒有弄過 那是不是你們在制度上有這樣要求 你到哪一個單位查查 必須要當地的環境餐廳 他要簽名一下 或者說你出勤一定要出勤紀錄 分局這邊看得到 不是說你下面基層想到哪裡就到哪裡 然後變成老民 變成老民 對於合法 非法的或者說有嫌疑的這些都嚴格要取締 但是這一部分 居然是不是再宣誓一下 這個行政流程讓你覺得安心一點 然後要交代清楚一點 將來我們去查考的時候 我們可以同分局看 他就是根據什麼發展 不能老是說別人檢舉 合法餐廳檢舉什麼 合法旅館你去看 把人家叫起來問一問 這個對他們來講都是覺得有一點困難 你回應一下好不好 謝謝議員關心 那至於說我們遠景在做所謂的零檢 如果對於場所的零檢 我們的規定是一定要事先經過報備 經過規劃 然後才能夠去做這個場所 去做相關的零檢 而且零檢一定要製作零檢紀錄表 不是說去做完之後 然後拍拍屁股就走 絕對是不可以 我們規範一定是如此 那至於說 有的時候會民眾檢舉一些案子 或者是我們到現場跟民眾 我們沒有去做這些檢查的動作 但是可能會跟民眾做一些詢問 口頭的詢問 這跟零檢是大概 狀況是不太一樣的 對場所的零檢這是不太一樣的 那我們任何做的這些動作 回來一定要做一個紀錄 對場所的零檢或是對於人 因為民眾檢舉 我們第一個一定有受理報案 受理報案 受理報案我們的機制就是 受理報案之後 你處理的情形 要有一個 也要有紀錄 所以這部分 回來也要做相關的紀錄 這是我想 規範是如此 未來我們還會持續的來要求同仁 一定照規範來做 謝謝局長 希望真的落實執行 但一般來講 你請坐 一般都會便宜措施 所以百姓的感受 他是覺得有一種無形的壓力 跟我們講無形的強暴脅迫 因為他說我看你就看你要怎麼樣 但我們常常接受到反應 我說那我看你可不可以有個 我分局這邊 你出門 你出警車嘛 出警車你到哪裡 今天當然這些點都要回報到 我們只要到那邊去看就好 就是說 我們不會介入說 基層低限執行 也尊重他們的權責 但是態度的問題很重要 好我再舉個態度 這是一般百姓反應的 我們議員同仁 竟然 我還是強調 王子犯法 與庶民同罪 不會因為議員差別大意 但是我們議員竟然有看到說 我們的同仁既然他跟他講他收議員 你看起來不像議員 你要不要回應一下 如果他不像議員 你應該查查查身份才對 對不對 你有沒有假冒啊幹什麼 那我覺得聽到這個 我會覺得 甘埔輸要這麼厲害 如果他今天明顯違規 那我要特別強調 有差異性 雖然講王子犯法 與庶民同罪 議員每天都 我超速我都自己 哇完蛋了 那老婆說你怎麼又超速了 然後我就編個理由說 有啦這個可以處理 那其實都是自己講 因為有時候勤人在跑 確實就沒有辦法顧及其他 或者說會有一點方便 當然違規 但是你的態度上面 需不需要說 我都跟你講是議員 你看起來不像議員 不是本人 本人很少有這種 那我聽到我就覺得說 議長這方面要 不是局長 這方面是不是要跟同仁再呼籲一下 你如果有這句法語 你就要消遣他 這個是不尊重的 也不需要有情緒 那如果你覺得 法語他不是議員 請你查查 他身份才對 局長你回應一下好不好 我們同仁這樣的態度 是不是要再宣示一下 讓分局長也都了解一下 就是說這樣到底 第一個我剛剛講態度 一般百姓都已經感受到說 有一點那種被強暴的那種感覺 就是無形的強暴 那議員甚至碰到 那他是客氣的 那我聽到這個 我是不是提醒局長 局長這部分要不要宣示一下 謝謝議員 我想有關於這個 援警執勤的態度的問題 這個一直以來都是我們一直在強調 一直在要求的 而且這個執勤的態度 也不會說因為我們執勤的對象 是民意代表或者是一般民眾 而有所差別 是不應該有所差別 總之就是這個在我們的這個 這個基本的禮節上面 一定要還是要揮翻 那這個也不是說 今天我們碰到議員 一定要特別特別的客氣 碰到民眾我們就可以去兇他 絕對不是 我想我們基本的態度是一樣的 那至於說我們援警 因為畢竟有的時候 援警是來來去去 很多新到人的援警 有時候不見得認識 認識我們的民意代表 那可能在應對上面 有些可能不是那麼得體的時候 這個我們是需要再加強教育的 那我們這個不管是 援警執法是 畢竟是一個干預的行為 民眾大部分心裡都不會太高興了 但是我們縣長也在憲務會裡面 也期許我們大家 說他局我們警察局 警察人員在這個取締交通違規來講 你如果這個態度好一點 笑笑跟他開 或是這個 也許民眾被開了 還謝謝你 那你如果說這個 另外一種態度的話 不好的態度的話 那民眾一定是心懷怨恨 我們會持續加強教育 這個一定要有嚴格要求 你請坐 有些當然真的是 先跟你問好一下 然後再嚴格執行 大家都沒話講 因為已經跟你講議員了 你看起來不像議員 這句話其實輕慢 輕慢 這個都沒有辦法交代 我反推 他不是議員 你應該去追查他 是不是議員才對 議員你有沒有身份 名片啊 身份查證 這個是 也是你們應該要去要求 另外最近 脆背癢癢的所謂電動玩具的要改變 有人提到專區的問題 就跟我交西那些問題是一樣 那專區可不可行 因為好像有些先進國家 把這些所謂我們 我們蓋房子 叫嫌惡設施 比較不願意 但是他必須 他有法規 他有一些人會去 那這個部分 有沒有可能實現 因為你們實際在執行 你說學生會不會去 那其實都是執行的問題 有人認為說 這個影響到 我也不認為 很多他是很專業的 那要不要他存在 在日本他是很健康的 一些部分的娛樂 某種程度是娛樂 只是我們現在法規沒有限 那專區的部分 有沒有可能實施 時間 時間沒幾分 所以我想簡單說明一下 因為其實議員提出這個 所謂電玩專區 我覺得是蠻前進的一種想法 因為過去國內很多討論 討論到色情專區 電玩專區大概比較少人在討論 那這個其實跟色情專區也是一樣 就是這個民眾的觀感 或是哪一有沒有民眾 願意接受說我們家隔壁 就是這樣的一個區域 我想這個可能 包括整個的這個政治的氛圍 民眾的觀感 是有很大的關係 這個我想 這個沒關係 大家都沒有答案 專區無外就是隔離 就是有一個 不會說我隔壁 跟性專區也是一樣 他是在制度下去做的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您的執行 接下來我們請 蔡文麗 蔡議員 大會主席 警察局所有同仁 所有的議員同仁 所有的旁聽席 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早 今天是警察局的這個單位質詢 我覺得警察是一個給民眾一個感覺 他是一個很神聖的工作 他代表的中華民國的公權力 那我還是要講 我知道講了你們不一定會開心 但是我還是一定要講 警察是一個非常有尊嚴的身份跟職務 當然是我們看到我們貴單位來到議會 我覺得說議長如果沒有什麼問題 那可以讓各位你們自由穿這個你們喜歡的衣服 那也沒關係 但是我是認為說 是不是統一一下顏色 就這麼簡單 我覺得宜蘭縣 目前因為水山隧道跟台北這個連結 所以這個治安上當然有一些化學變化 犯罪率可能也有一點提高了 但是我覺得說 在警察局不單單只是打擊犯罪 在犯罪的預防上 我覺得我們也要好好去耕耘去做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媒體上 很多社會案件頻繁 然後造成民眾很多的恐慌 恐慌之餘的人民對於這個社會就有所期待 希望在警察工作 在犯罪的預防當中 可以做好更恰當的這個狀況 所以說剛才也有議員提到說 這個見警力的問題 當然見警力可以讓民眾更安心 這是一個治標的方式 但是我是覺得說 治本的方式 我是希望說貴單位你們可以好好的研討 怎麼樣來讓當前的社會 民眾的恐慌可以把它消滅掉 這個是我跟貴單位期望的第一點 那在第二點 剛才也有議員講到就是說 很多現在的這個測速照相 大概都躲在邊邊角角裡面來做執行 很多民眾一個禮拜或許會收到三張 在我這裡的資料最多是一個禮拜收到三張 我是覺得說我們要取締這個車速過快 那我們是不是用一個正大光明的方式 我們是在前面弄個警告標示 而不是我們是警察 我們已經要有尊嚴 我們要去抓他們犯罪 我們抓他們這個車速過快 我們就要堂堂正正告訴他們 是這個路段要小心駕駛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來處理 然後還有第三點就是說 我們頭城有一個耿方地棒 那個地棒之前所設置 這個最主要的這個目的是要讓一些 砂石車大卡車來做這個操縱的取締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頭城地區的民眾叫古連天 因為連所有的小貨車都進去 然後連小貨車我們幾斤 我們多次的反應 很多空車還是請他進去 蹭棒 我覺得這個沒有道理 因為你找這些人來過棒的話 那還是造成當地的民眾 漁民朋友很大很大的困擾 因為他們每天進進出出 然後我們的地棒的同仁隨機 就請他們進去過棒 有時候是空車 他們告訴我是空車 但是還是被要求進去過棒 我覺得空車有什麼好過棒 沒有意義嘛 所以造成民眾對警察有一種感覺是不好的 是不佳的 因爲什麼樣 因爲那好像是在找他們麻煩 所以說那個局長 我覺得在你們的業務單位裡面 像這個事情 民眾覺得不好的地方 我是覺得你們應該要去做稍微的調整 來做這些讓民眾解除他們的疑慮 另外我覺得說 有一項我想跟局長你討論一下 就是說現在很多的犯罪 大概都是因為毒品案件的犯罪 那毒品危害這個社會是很嚴重的 但是我們看到 毒品大概都是 毒販大概都是抓抓放放 抓進來之後 然後就放掉 那我覺得這個社會最大的隱憂 是毒品的問題 你看喔 像酒駕我們取締很嚴格 那我們同仁到一天到晚 都在取締酒駕 然後酒駕在這個路上跑 被警察難到 絕對是送地檢署 然後就是罰款 但是相對的我們看到 吸毒在開車 反倒它沒有私情 是不是你們建議你們的上級 是不是這個部分 我們應該怎麼樣來讓社會安全 多做一層的保障 不然你看 喝酒開車重罪 吸了毒品 開車沒事 我是覺得這個你們應該 看要做一個公聽會 或是怎麼樣你們內部的研討 然後做給上級請他們來演繹 到底這個部分應該怎麼樣來處理 另外我要談到的就是說 現在青少年朋友 在學校裡面 也是一樣 受到毒品的感染 在校園裡面 大概我們宜蘭縣內 根據我的調查 是的確有一些 但是我們大概 好像我們這個 警察局這邊 針對這一點 好像不是重點 所以造成 很多的校園 應該有都被這些 不良的東西都已經侵入了 所以說我是覺得說 我們不但要去了解 我們更要去宣導 讓這些孩子知道 這是不對的 不對不好的東西 應該勇於拒絕 所以說我 我建請警察局你們 應該多多去校園走動一下 然後讓孩子認為說 很多事情 不能在校園裡面發生 這些毒品更不能走到校園裡面 另外啊 我要談的是 在郊西分局 我們的那個交通隊 就是你們俗稱的一個 車禍處理小組 裡面啊 有同仁也跟我提到 也跟我反映 說他們交通隊 只有四個人 四個人要做哪些工作 第一個要去做 測速拍照 然後還要做 每一天大概有四件的這個 車禍的處理 平均啊 然後每個假日 還要去做交管 他們只有四個人 要做這麼多的工作 其實 警力真的是不足啦 要怎麼樣把重要的單位 把警力補足 把其他工作量沒有那麼大的 這個警力啊 調配到這些比較重要的地方 所以說我是認為說 警察固然辛苦 但是你也要體恤 因為在高層的人 高層的人啊 有時候不曉得低層 基層的員警 基層的同仁 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但是會透過明代的過程當中 來跟你們做反應 我是覺得局長 你們是要好好的去研討 研討 因為我剛才私底下也跟你講了 大概你們在這半年來 你們有大概21位的同仁來跟我反應說 在你們的警察局裡面的狀況 希望我能在議會上 替他們大概講一下 那我是認為說 你們內部的東西 你們自己內部去管理 我也在這邊只能告訴你 你自己要去做調配 讓基層的同仁 感受到警察局的不一樣 跟你來到宜蘭縣這個 所做的變化 當然 或許局長你也認為說 在不過不久 你大概就會 會高升 那我是覺得說 在這其中的一段期間裡面 你可以堅守你的崗位 把你該做的基礎工夫把它做好 另外 我剛才為什麼講到半年 因為這半年來 我也聽到我們很多議會的同仁在講 大概 我進到議會大概十來年 十來年的裡面 在大概這個 這最近這半年 一年的時間 我聽到同仁講的是 警察跟議會 這個關係啊 嚴重來脫離 我希望在這一個部分 貴單位也可以多做加強 還有我要提到的是 這個宜蘭縣啊 外勞 我不曉得你們有哪些 去注意的事項 包括外勞的這個居住的環境 他們的管理 我看到現在宜蘭縣裡面 很多很多的外勞 大概都走出來 啊 道路 啊 跟我們台灣的民眾走在一起 但是 外勞 因為言語上的 呃 跟台灣人 不一樣 所以說造成很多的誤解 跟 發生的衝突 所以說我覺得在外勞的部分 你們也更應該啊 去瞭解這個區塊 尤其在各個漁港裡面 很多 外籍的漁工 或許在很多的工廠附近 更有這些問題 我是覺得說 外勞 也是台灣治安啊 也是宜蘭縣啊 治安更嚴重的一個 一個環節 還有我要建議一項警察局 你們應該去反應 這個我跟建設處來提過了 就是說 呃 高速公路在頭城段 我們增設的管制號制 所以說一到車多的時候 假日的時候 大概在頭城交流到附近 就是 呃 國道5號 由南往北的方向 到這個頭城的地方 他有燈號管制 管制之後 在假日的時候 有什麼 有這開放路間 假日有開放路間 開放路間呢 那大概住頭城 郊西一帶的鄉親 他們就會 走路間 然後下去 這個頭城交流道 但是 有時候 不是假日 也塞車 也塞車的時候 很多的民眾 就不知道 也是走路間 結果呢 全部都被開放了 所以 有時候民眾 像五一那一天 五月一號那一天 勞動節 到底那一天算不斷 假日 民眾也搞不清楚 結果很多鄉親 就在那個地方 被開放單 所以說 我也見請 那個建設處那邊 跟這個高速公路局 他們來做溝通 那我也希望在這邊 我們警察局這邊 可以跟國道警察 來做反應 我覺得那個民眾是 不曉得去處罰 因為 到底哪一天 才算假日 可以走 平時塞車他們也走 他們以為 路間就一段而已嘛 就走下去 走下去 結果每一個人 就收到罰單 所以說我覺得 這個是讓 這是給民眾一個陷阱 是誤觸到法令 另外 我是覺得說 宜蘭縣議警 民房 還有巡守隊 他們很多 他們的工作 大概就是 輔助警察在做 地方 這個安全的工作 他們很多的配備 都稍嫌不足 當然他們是輔助警察 但是我覺得說 在配備上 我們警察局這邊 也可以給他們做一點資源 然後在我們議員 可以的地方 我們也願意 用我們的基層 配合款 來給這些議警 民房 巡守隊 這些辛苦的 這些服務的志工 他們可以 來有更好的配備 以維持這個 他們的工作 以上幾點 我是認為說 局長你在這邊 或許 兩個月 三個月 我是認為說 你可以聽進去 多元的社會 多元的社會 有多元的聲音 但是我是更期望說 警察工作是延續的 不是換了一個局長 他的想法不一樣 讓基層的感受就不一樣 那我以上是這些 來 繼續我們給邱家進議員 請問問你們 請問問 局長 各位 請介所有的主管們 各位同仁 大家早安 針對有關 剛才 有幾位議員提到 警力不足的問題 本期在這邊 還要再提一次 希望我們 局裡面 針對警力補強的部分 要繼續努力 能夠讓基層遠景的 這個人數啊 能夠盡量來補到其為止 再來第二點 目前我們宜蘭縣面對整個交通的困境 可以說是非常的嚴重 特別是106、108蘇花改即將通車 那面對這麼重大的交通建設工程即將完工的同時 局長請教一下 我們局裡面有沒有針對蘇花改通車之後 帶來交通環境的影響 有沒有做應應對策評估 還是你認為說到時候可能人已經不在這邊了 已經高升了 所以這個你就不會去理會 局長我們局裡面有沒有做這樣的特別的規劃 請簡單答覆 是 謝謝邱宜蘭的關心 那首先我想跟剛剛包括我們蔡宜蘭還有邱宜蘭的關心 這個我想您可以放 我們每一個人的工作態度 你可以放120個心 我們不管在任何的位置 絕對不會有所謂的過賀心態 我們絕對都是全力以赴 那這個剛剛講到您所關心的蘇花改 因應蘇花改的未來通車 其實我們很早就開始在做規劃了 包括我們警力的增加 因為蘇花改它未來是歸類於快速道路 是要由地方的警察局來負責相關的交通的事宜 不像國道 國道它是屬於國道公路警察局 那未來的蘇花改是屬於我們宜蘭縣政府警察局 那當然花蓮那邊的話是屬於花蓮縣政府警察局 他們來負責相關的管理 那為了因應未來的通車 我們已經規劃了就是 會新成立一個交通分隊 大概有24名警力 那聽設的部分我們也要求這個蘇改處 他們也做了相關的這個規劃 也會蓋一些這個聽設給我們來使用 我們都會對我做長延的規劃 甚至未來通車之後 這個出口 然後從蘇花改的出口 到這個我們國道5號的這個連接的這個道路 平面的道路部分 我們也都一直持續的在關注 好 局長時間關係 你剛才說你局裡面已經做一些內部的相關應驗 請在現場市場總指定之前 把你們的應驗規劃報告 提供一份提供資料給議會所有同仁 然後再來第二點 現場在前年像我提到所謂的入口監視系統建制 那依照目前情況來看 各分局各鄉鎮 只要有交通事故或是竊案等等 都引用這個監視系統 來做所謂的協助偵辦 然後也提高蠻高的這個破案率 所以本席認為這是個非常好的政策 特別是在宜蘭縣的重大交通公共工程即將完工的同時 據說本席要建議要求 這相關的重要的政策是否可以延續 譬如說我們現在可能目標到633 甚至可能會跳到688 甚至會建置到700處 這個部分是不是在延伸計畫到兩年 把入口監視系統這個建設的工作再延伸兩年 比如說每年我們跟財主這邊來爭取 再增加編列經費 把認為可能會對民眾整個交通網絡上 比較重要的一個入口納入整個建設系統 局長您認為可不可能 是非常謝謝議員的關係 我想這個議題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事實上也在前不久 也跟我們保安科監視這個議題 做了一個很深入的討論 雖然縣長他非常重視這個工作 那雖然他是在從最近連續三年 就是每一年這個編列的一千萬的經費 給我們做監視系統的建立 那到今年大概是會初步告一個段落 一個雛形會出來 但是我們絕對不是因此而滿足 那因為我們畢竟縣府的財政 是有它一定的額度 我們沒有辦法說一次到位 所以是逐年逐年的建制 那今年的話是一個初步的規模 那未來我們當然不需要 應該還不需要像現在這麼大規模 但是會逐步逐步的建立 我們其實入口監視器是不會嫌多的 而且我們有一些比較老舊的 因為我們是逐年建制的 別人比較老舊的也需要做汰換 所以呢我們會持續來做編列 至於說額度的多少 這部分我會再跟縣府那邊做一個爭取 好這個非常好然後延伸這個議題 請問局長你知道宜蘭縣內相關的公家機關 例如學校銀行或其他的公務單位 比如說戶政事務所地政事務所等等 它的重要的門口或是說重要入口的監視系統 有沒有做定期的管理維護 您知不知道 因為他們每一個單位本身的監視器 又是由他們各自來管理 但是呢其實我們對整個的資料 我們都有建立起來 就是說你這個機關 它是不是有監視器 還有呢它的監視器 能不能夠涵蓋到它前面的入口 這部分我們都有做一個資料的建立 而且做個輔導 譬如說某個戶政事務所 它的可能這個監視器 只有造它的停車場也有可能 局長我要提醒你 不只這個機關而已 我們分局所管轄的相關的派出所等等 也都要特別去注意 不要到最後被發現被 現在我們演下去 等一下 參選一下 董團相關經濟很少 不然你今天這樣說不算 是因為你們四位 盡量盡量盡量時間 再去說就算 參選一下 好啦 盡量盡量時間 說就算 好 盡量速度 我繼續 好啦 拍謝 我們自己的派出所 分局 前後的相關的建設系統 我提醒你 真的要做好建設這個工作 要管理維護要做好 你應該知道我的意思 不要到時候又被踢爆了 好 再其中一點 剛才很多的同仁都在提到 遠景的執勤態度 我是這樣認為 很多剛來到我們宜蘭縣各派出所 各個分局服務的一些 比較年輕的遠景 確實需要再做勤教 不是只有 澆溪 羅東其他分局有人反應 蘇澳分局也很多人在反應 我是希望說我們基層環境 跟基層民眾在應對的時候 那種態度真的很重要 已經很多人跟我投訴了 我試一下也都跟 分局長也都跟您有反應過 我希望這個部分 你們真的要列為 遠景 一些行為的約束等等 列為非常重要的課題 所以我希望你們不要輕忽 基層民眾的反應 一定要把我們剛報到 剛代基層夫的遠景的態度 要給他做一個再教育的工作 這個部分再向您作為要求 然後最後一點 去年我們有在推所謂的住在化 那在蘇澳正目前看來成效不錯 那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把顯示出來的空間做活化利用 我們局裡邊這邊有沒有做詳細的規劃 跟一桌報告 跟一桌報告 我們有關於組合警力這個措施 我們並不是把派出所給裁設掉 我想一桌非常清楚 像港邊派出所 新陳派出所 我們並沒有把它裁設掉 只是說白天我們還會派人在那邊執勤 因為我們這麼做也是因為 因應我們現在的警力甚至是比較短缺 將來我們也希望如果警力補足的話 我們也有可能會再跟它恢復 所以說如果說我們現在把這個聽設 就挪移出去給其他單位使用的話 以目前來看並不是非常恰當 好 那我知道 那你們看情況 如果到只有住在化到只有空間有閒置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跟民政處、社會處其他單位來做延商 把這些地方讓地方來做充分的使用 不要讓空間在那邊做閒置 本席建立 好 謝謝 謝謝 主席 集長、杜察長、五位分集長 大隊長、隊長、各位科長、主任 各位同仁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想剛剛聽了集長跟邱家庭議員講說 所有援警的工作態度 請邱元安120個心 我聽到以後更為恐懼 我想要跟 大吃兩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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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那個 我們依蘭縣政府打的是幸福依蘭 我現在先請教集長跟各位 都大長還有各位分集長、各位科長 你認為你到一來縣政府警察機來上班你快樂嗎? 集長你先回答一下 你代表我們所有同仁講你快樂嗎? 我覺得不錯啊 不錯嘛 不錯不代表就快樂 我用快樂兩個字 請教你是 對 快樂 快樂嘛 感謝集長的回答 我想這代表整個警察機在上班是快樂的 但是我們基層的嚴警上班不快樂 集長你知道嗎? 集長嚴警上班不快樂 集長嚴警上班不快樂 沒有笑容 沒有服務的熱忱 讓人感覺到請那個拍手 或者是過分集後分支手去的時候 沒有那種親切感 連請需要我們服務什麼嗎? 也沒有 好像敵人來的一樣 這是我走訪的五個分集 看到很多分支手 還有分集裡面的我的見解 所以你說請那個區政議員按100個心 我想真的很擔心 所以在警察機上班是快樂的 我也想說我們在警察機轄區的各分集各分支手 上班的嚴警是快樂的 他一快樂他服務品質就會好 他會笑容 帶笑容來服務 會請問你到拍手 或到分集來 有什麼需要服務的 講一個請字有困難嗎? 這樣的請教 我請教各位 要求我們的嚴警同仁 講一個請字需要服務什麼嗎? 有困難嗎? 有沒有困難? 集長你回答 抱怨完全沒有困難 這是我們應該做的 那至於後下可能 公安想說一請一助 按120個心態 是因為剛剛邱議員在擔心我說 可能會有這種過客心態 我說我絕對不會有這種心態 你個人可以按一百個心 其他的嚴警不見得 但是我想在跟民眾的應對 這個服務態度上面 這個是一直都是要強調 持續來改進的 我想恐怕沒有辦法 每一個嚴警都能夠盡如人意 但是我們朝這個方向再努力 集長你可以傳授他們 你上班快樂 你可以傳授給他們 如果上班快樂 對不對? 這是個人的 有困難嗎? 沒有 我想這個是經常教育同仁 可能個人的 我常常講EQ 我看是沒有什麼教育 好像不夠 所以我這邊要求集長 要求五個分集長 回去以後要請教我們的提成嚴警 我想我當初 我已經六年沒有在警察局執行了 就第一次來執行 是因為我感覺上 我們的嚴警的服務態度真的是 當然年輕人他們有他們的想法 但我以前我在六年前執行 我送過局長一句話 違法不縱容 執法帶笑容 你可以接受嗎? 是可以接受 完全可以接受 那就很清楚嘛 違法我們照制度來 但是我們在執法上 我們可以很親切地說 孫生小姐你這樣是不對的 對不對? 還有剛剛有議員講說 你好像不像一眼 那不是很重要 我想我們的相信是比較重要的 當然對議員的尊重 我們是 越尊重我們是越表示肯定 但是我想一般一次同仁 是最重要的問題 以上就這樣的建議 那我不曉得說 這樣的服務品質不好 跟警力的不足有關係嗎? 我想這應該是兩碼子的事 警力不足當然是大家的工作負荷會比較重 但是這個同仁沒有面帶笑容 我就是很多時候是 不見得說代表他不快樂 他不習慣 因為他可能不習慣面帶笑容 可能有人天生就有一副不可憐 有這種情形 但是讓同仁最起碼不要讓自己心情影響到 因為每個人 我想可能都有 難免每 不見得每一天 像我們每個人都是一樣 不見得每天都是非常快樂 難免有一些事情會讓你超煩的 那我想這部分可能就是 就是我們一再的這個 我們在平常訓練的時候 辦這個訓練 我們也都會請一些相關的這個講師 來跟同仁做一些這方面的教育 怎麼樣去調適自己的心情 不要讓這工作 生活影響到自己的工作 也不要讓這工作影響到自己的生活 我想這是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去精進的一個修為 這個是一個是 這個功課是每一個人每一天都要做的 以後將來也會持續來做 好 謝謝機長 我想這個要求一下 在這兩個問題要來請教機長 我不曉得現在一人一線還有沒有職業賭場 跟一個人報告 我想這個我們會 機長請回答有或沒有 我相信應該有 我沒持續 相信有就應該是有掌握有賭場的存在 對不對 相信有就是有吧 沒有就是沒有的 不是我們要根據線報去做一個查 你在線報手上有沒有 目前不見得每一條線都會跟我報告 目前因為如果各分局他們接到相關線索的話 他們要各自就他的權責在自己俠區裡面去做偵查 每一條不見得每一條線都要跟你報告 代表你的分機長有 有暗藏那個暗在身上 不是 應該都要跟你報告才對 不是報告也不是 因為所謂的職業賭場 這本來就是 就像抓小偷是每一個分局他本來就要做的事情 他今天如果有接到相關的檢舉 他要去努力去查契 因為檢舉的這個線索 有的時候不見得是真實的 所以一定要經過一些探訪 那如果說探訪有這個事實的話 他可能就按照程序去申請搜索票去執行取締 那執行取締的成果他要跟我回報 那收到的檢舉 各分局他也要有所記錄 就是你這個檢舉案子進來 我們後續怎麼處理 是不是查污失去還是有沒有取締的成果 他每一個案子都要有所記錄 那因為這個線索其實很多 以我個人的這個 好 機長那個不用再回答 線索很多代表還是有 你是相信還有存在就對了 是 我相信應該還是有 我想鼓勵你們加強查去 我想職業賭場在我當議員到現在已經 減少很多很多的 這種警察局在這種努力是看得到的 我們也繼續鼓勵你 希望幸福於然在一日線找不到職業賭場 好不好可以嗎 這個問題是毒品的問題 我想剛剛很多議員都關心到毒品的問題 那其實有這個所謂的年齡下降的趨勢 那我在這邊建議就是說 因為警察局的警力也不是很夠 那往往在各分局都會辦理治安 社區治安的這種座談會 那我想這個座談會呢 到了大概就是林長 然後好像是美聯的例行公事 這樣對警力這樣的復活 我想也是應該是 工作態度不是很好的眼影之一 所以我想建議說 是不是可以結合教育處 我們來辦一個就是辦校園的防堵 這樣的宣傳 應該效果會比較好 而且把有效的警力 用在最有效的地方 機長你的認為呢 是 報告議員 您的這個意見我非常的贊同 而事實上我們目前 在社區治安座談會的這個運作上面 我們在今年也做了若干的調整 包括我想那是在這個立喆工業區 譬如說您也有參加 我們會針對特定的對象 以往呢我們是大概以派出所為單位 甚至以理為單位來去做 就會造成這種情形 可能第一年大家很新鮮 第二年第三年怎麼 這沒人啊 因為內容都差不多 可能因為在區域比較小 他可能能夠談的這個議題比較有限 那所以說現在我們可能會換一種方式 可能針對特定的對象 譬如說立喆工業區跟農德工業區 我們把這兩個工業區的廠商 跟當地的居民民意代表 來把它聚集起來 大家來討論 這是一種方式 今年做過了 另外呢就是針對 可能我們會跨峽 不見得是只有一個里 可能兩個三個里 甚至一個村 大概地域特性 有這個特性相關的 大家能夠一起來開這個會 我想這樣大家 大家才能夠有一些新的東西來討論 那至於說您所建議的 有關於跟學校的這部分 這部分我們少年警察隊 每年都會舉辦所謂的 校園安全座談會 那另外呢也跟校外會 這個都有定期的一些聯繫 那這個有關於這個 校園安全自安情資的交換 是一直持續在做的 我想這部分會照議員的指示 來繼續來進行 好 謝謝局長 我想這樣子啦 幸福宜蘭2.0 在整個施政的滿力度的調查上 警察局對於 治安的貢獻是相當高的 滿力度是82.4 在這邊也鼓勵你們 那會也請你們繼續加油 但是我還是強調那一句話 違法不縱容 執法帶笑容 我希望我們嚴謹的服務態度能夠繼續加強 是 以上的議員 會不會講 說 Brexit 不會講理我 說太慢 口臣 那些警察也順 說警察的那種 執行態度跟服務態度 說起來是這樣啦 大環境所比啦 學校的交易問題啦 一般 你們現在目前的 你們那個 在民國70年到80年次的 這些經營 在我們宜蘭縣 警察局你看看 差不多減多少這些比例 你說這70年到80年次的 就差不多 就在35歲到25歲 這個中間的經營 喔 遠景 這個可能還在統計一下 因為我們沒有統計到這麼細 我想現在這樣啦 一般我們在說 這些少年小孩 他們在學校出來 他們都受這個警察 學校的政規教育 但是現在 在社會在學校 就變社會學校 所以說 我們自己的小孩 我們自己的主委 在我們家的 那個態度 我們也會見識到 其實說起來這些小孩 對於交際問題 在服務 那個部分 其實說起來 是比較欠缺的 所以說 有很多 這個處理職情好 或是說 老百姓去跟我們拍照 婚絕種種 人家說 過去老人家說 黑肉 剛才不錯 你看我看你 連個打招呼也不會 如果是說 這些警察 一般我是說 都比較少年 其實這些人比較多歲 他們經過社會的歷練 他們這個問題比較少 如果我們去到那個位子 你如果說 要 像我們這個議員的 學部處 學部助理 什麼的 人家來了 一次坐 坐坐坐坐 那一種 那一種友善的 那一種 低劣接觸來講 老百姓 對你的印象就好了 一般 如果出在外面 之前 譬如說 人 檢基 去到那裡 你是益塑立場 人家怎麼 你要先去了解那個環境 還是說 先打個招呼 怎麼樣 所以我們這款的問題 就是在我們 警察 英文裡面 那個 教育的問題 加強 所謂教育 是不是 對這個 公關人際關係的部分 我們警察局 缺這種人材 講師 我說的 講師 是不是 有缺這種人材 是 跟議員報告 那其實我們如果要辦這樣的講師 的時候 我們不會 大部分都是邀請外面的講師 不是我們警察人員 可能外面的大學 或者是一些 社會上比較 我們覺得比較有聲望的人 來跟我們上這個 沒有 不對啦 這是每一個領域 都每一個領域 有一個專業人才 我想 不然我們警察局 沾對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少年警察太多了 他們那種思維 其實說起來 我們是 真的差異很大 差異很大 差異很大 我們廟公 我經常說 我們自己的兒子 要求別人的 別人的兒子 要怎樣 所以說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警察局以後 應該要去發展 打招的方向 你請坐 接下來我請教交通隊 你先坐著 目前我們這個工房的地方 那一種 我先說前因 其實在運輸業 已經好幾十年 都是苦哈哈的啦 我們今天談這個議題 我不是說 要來鼓勵說 這些車敲載 敲載 敲載我常常開 開多大 其實運輸業 現在來說 它運費非常的低 然後油費非常的高 輪胎費也高 維護費也高 從做腳車的人 現在都個體負 雖然說有費運行 但是都個體負 現在我說 我們 下方的地方 有一個怪現象 就是說 宜蘭館 所有的這個 連接車 連接車 就是我們兩者 那樣的連接車 這個連接車 來說 其實說起來 現在統計起來宜蘭館 應該沒有超過十隻 沒有超過十隻 沒有超過十隻 他們從4號交流到 就上來 你經過台北 一定要走旁邊的公路 走旁邊的公路 就要經過你的地方 你看看 如果在4號 上交流到 他要經過第一棒 他沒問題 是怎麼來跟我們 下方 這個地方 就出問題 第一點 就是說 你們首創 全勝 只有你們有這個例 車頭 放一次 然後連接 放一次 車尾又放一次 你們放三次 你現在放車頭的時候 這台車如果是說 它是25噸的 你們就是多一聲 多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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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速公路 他們 那個都沒有超載 但是怎麼跟我們外方的超載 多五十公斤 多六十公斤 你們沒有通融 沒有通融 端開下去 一萬三千塊 就發下去了 這座走 這座白鋼 真的要走白鋼 我現在是說你們是怎樣 就一定要很麻煩 你整台站起來就好了 或是說你要做兩百鋼 那就可以 你們分三百鋼 做三百鋼 所以你車頭去鋼的時候 或是連接的時候 在鋼 那個 連接那個地方 還有一點壓力 所以鋼幾十公斤 一定會 對 所以說這個 這個大事 我們在印書院 講起來 最近 過去不完 最近人家在那裡 人家在那裡 人家在那裡 是不是 針對這個問題 是不是你們交通隊 是下令 一定要這樣做 我現在請教我們 對 對 謝謝一座指教 那有關 我們 港方謝霍場 針對 議員所說 過棒三次的情形 那我們 這個 這種執法 是 今年才 才 才被 高雄監理站 糾正 我們也是有一個案 因為 請教 因為 開罰請教 過棒 那需要 要分開棒 那所以說 我們才 針對 像這種連接的部分 才會有分開棒 你現在說 高雄監理站 為什麼 高雄監理站 我們 官跟我們這裡來 我們有一件 申訴 那 也是會員公司的申訴 那 質疑我們這樣子 用總連結 這樣子開罰 是不夠 具體 你們現在就分開 下去 就對了 現在 如果說 後面 請兒子的部分 如果說 我們就要分開 另外 就是說 他做你現在說的 連結的部分 我們現在會特別注意 就是說 要 不可以讓他 拉力 產生到 會影響那個 數值 數值的那個準確性 這以後 我們會統一規定 執行的 沒有啦 我現在是這樣啦 因為你直接連結車 你給他做三百瓣 現號數 這沒關係 你 照說 你做兩百瓣 你車頭瓣一百 連結瓣一百 你知道車子多大 你為什麼 車頭一百 連結一百 車子一百 阿 阿 國蘇公路我就沒問題了 我整個 連結車子 我去到國蘇公路地方 我沒問題 我沒超載 是怎麼 我們下班也超載 你要考慮那一種 那一種 機械性的狀況嘛 是 我想 你們對這個問題 你們的事後 你們去檢討一下 是 其實說起來 真的做運輸 比較是非常 到多少錢都沒有錢 到人家 都沒有錢到人家 都沒有錢到人家 你說那些事後 說 你叫他卸下來 你卸下來 你卸下來 人家自己去連絡 他們自己的公司 人家說 這雞出來一百公斤 五十公斤 人家公司自己載下去 也不會在那裡 被你卸在你們那個地方 站那裡 我這個問題 我拜託 拜託 留一條生路給人家 是 好 好 局長 各位主管 各位同學 大家午安 這要12點 議長 很認真 說我們這裡都要檢討 到底 我們是 我們要來 檢察局好行 不是我也不知道 我相信 相信 警察是人民的保母 人民的保母 的義務 就是 要把庭安做得好 最重要的 他就好像說 議員說 機長你在這裡快樂 快樂 很快樂 如果宜蘭這個地方 治安不好 我相信你也快樂不起來 所有同仁也快樂不起來 所以 我就覺得 我們的員警 對 對 服務的態度 應該要好好來做加強 第一 人民的保母 就是要有愛心 要有耐心 要有笑容 要有勒毛 如果這裡做得好 我相信 我相信 八成都會給你們 給你們勒勒 下面就很少 所以 這點 應該 我們在每一個單位 都應該要來 加重 來 輔導 讓所有 參與執勤的 引擎 都要做好 要讓我們的環境 可以 有這個笑容 當然是 剛才很多人提到 我們的 確實我們的編制 人力不足 造成 工作壓力 工作增加 壓力當然會增大 就笑不出來 我就做得不忘了 做得民奧 民調 我怎麼有笑容 跟你笑到 要來幫你服務 你們的事情 所以 這點我希望 局長 在人力上 應該要加強 來爭取 補足人力 讓我們的員警 在工作上的 這個能量 不要超過它的極限 這樣才有辦法來 讓我們 整個議員官 這些的官民 最重要是 敵人一定要做好 就是 我就發現說 我們議員官的敵人 好像最近 有比較 明顯的 不好 看補足人力 開槍 做什麼 但是 我希望說 在我們警察局 各位 包括局長 跟所率領的團隊 應該 努力來做好 這是最重要 再來 加強茶器毒品 毒品一定要茶器 你看 我的感覺 我們的毒品 越來越 越氾濫 越來越嚴重 所以 我希望 這毒品 的茶好數量 你這扁期 所茶好 這些數量 跟上一期 是差多少 我希望 這個 請在憲政總指定 還有扁期 就是說 你這次扁期 所茶好這些 我不再一一說明這些 這些數量 跟你上一期的 到底是差多少 是增加 或是減少 再來就是說 切稻 切稻發生 505件 破獲率 425件 上面有超過八千 但是 我是覺得 你前面前 有辦法 破到 百分之九十億 你這個沒辦法 更加強 破有更多 這個切稻 可以說 對我們議員官 很大 鄉親 會覺得 威力最大 經常聽說 中山頭 說有破案 到底 我們的身體看起來這麼好 是不是 真的這樣 我也不曉得 你這一 扁期是這樣 你上一期 到底是多少 也把這些相關資料 在憲政總指定的時候 寒入扁期 這也給你入 都要求四項 加強 查去賭博 我們就看 你說 所有的工作報告當中 很簡單的說 總共 查獲多少多少 我看 抓的這些都 小案 沒抓就大案 大的 賭場都沒有 沒有破獲 我就覺得很奇怪 議員官 聽說 有很多 都沒辦法 沒辦法來 破獲 我覺得很納悶 我覺得我們的警察 我覺得我們的警察 都神通廣大 都很能力很好 為什麼抓不到 其中必定有原因 是不是 我們本身的嚴禁 裡面有涉及到 兼賭場有相當的關係 這個是很重要 你要去抓 他就知道 消息都通報了 找了之後 你要抓得到 當然 你所了解的狀況 你沒有很清楚 你不敢去衝他 說這樣比較快 所以你抓不到 所以 你們現在所拿出來的 工廠報告裡面 這 說真的 這是小鵝骨 後來像這種 沒拿出來 幫他們看 沒拿出來 一兩人出來 看我就破獲 比較像竹場 造成人家親家蕩產 七里子善 那樣 抓出來才好 沒有讓那樣的生存 我希望說 這像這個 這個 嚇一隻雞 拍這個 夾雞 也都有人拿來 想想下去 這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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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抓這個 抓得更大 抓得更多 這樣還好 我希望 這個 我希望警察局應該要加強 來做 再來就是 我們的建宿系統 做那麼多 我們的建宿系統做那麼多 那個是不是全部都可以用 我希望加強維護建宿系統 不要只能打下去 結果打下去 要調出來 沒有影像 笑死人 我們一年 幾千萬 做維修 來建置 結果 需要它的時候 他說 它裡面 錄出來是空白的 都是 影像不清楚的 那是很難看 我希望說 這應該要來做好 還有 紅綠燈 我們的紅綠燈 紅拍出來 怕的時候 現況的 黃綠燈也是要 為了交通的安全 黃綠燈 應該也要加強 來管理 加強來維護 為了歪去也 沒有去調整 我看幾個還有歪一邊 它應該就要對這面 挖在左邊 挖在右邊 有的都沒有在 好好在看 我認為這個也是 應該要來做加強 再來呢 我們的測試照相 定點的測試照相 我們營煉線到底總共有多少 多少做測試照相 哪一組的效率是最好 哪一組的效率最好 哪一台的效率最好 哪一台的效率最好 哪一台的效率最壞 把這些測試照相的數量 也在縣政總之行 才會變成 在這裏也要建議一下 我們大家的白雲村 這個分外郊的 那個樓本來有設置 測試照相 結果呢 他说它的效能不好 被拆掉了 换到北的地方去了 换到北的地方 现在造成常常在那里出车厚 一年比一年增加很多 所以我希望说 这个测试造像应该要 重新把它装置 装上去 没问题 对那个地方 对我们上高速公路很多车辆 从外来的车辆 常常不知道那个十字路口很危险 都是超市 都是在那里 撞了 死伤 非常的严重 我是说希望说 这一定要好好来 重新来建制 我就以上这几个行 继续 先均余 感謝郝議員 我们議長 我们局長 图察长 我们本局長 各位主管 各位董人 各位联合人 大家早安 局長我想要请教 一年多前 在县政府召开的一次会议当中 一年多前 曾经提到说 这个原山路跟泰山路的部分 在假日 假日的这个时段 希望这个沙石车不要开进 原山路跟泰山路 当 当天的这个会议决议是这个结果 可是我想请教局长说 这一年多来 我们针对这个政策 我们执行的情形是怎么样 是 是 谢谢议员的这个关心 那有关于原山路 一段这个 沙石车行驶的状况 目前那个地方还没有设那个 禁止 沙石车通行的这个牌子 那这部分因为这个 主政单位是我们 属于我们建设处 现在我们的建设处 没有当 当天 决议是说就是 假日 不是平 平日 假日的时候 礼拜六礼拜天 即国定假日 这个沙石车是禁止进入原山路跟泰山路的 是 因为 您讲的这个会议当时我不晓得 但是 一定要有这个牌子 如果有这个决议但是一定要设牌子 而且要公告 那现在目前这还没有做这方面的公告 那这部分再请 局长是不是可以协助 后续的这个 最终跟 我们回去马上来联系 对然后 能够 确实在假日 来落实 沙石车不要进入这个 原山路跟泰山路 避免这个拥塞的情形 回去会把那个会议记录再找出来 然后再来 来积极的联系 好局长 那还有一点就是 之前 那个上会期我也有在关心到这个 联动 登号管制的部分 我想请教局长 针对这个联动登号管制的部分 我们 这 半年的时间 我们举这边 有没有什么进展 是 谢谢议员的关心 因为上个会期议员有关心到这个问题 我记得我当时跟你回报说 是 有关于这个 交通号制 连锁的部分 是属于县政府建设处交通规划科他们在做一个主导 那目前这个有做这个连线的部分 大概有些主要的干道 但是比较周边的道路 那一部分是目前 就了解是目前是没有做 那一部分我们警察局虽然是 以现在来讲 虽然警察局负责交通 耗制的维修 这个工作 但是 在这个耗制 入口跟入口间的 这个红绿灯的连锁 的这部分 我们目前也只能用 人工去手动去调 没有办法做到电脑 要做到电脑连线的部分 那就是我想是要由 交通规划科那边在做一个 做个统筹的规划 是 那未来 如果说这个交通处 的成立的话 那我想这部分他们会更加的 统一事权 有他们做个统筹的规划 好 谢谢局长 局长 这个部分我有跟交通科那边确定过了 因为 交通科的部分 他只负责 就是线道的部分 可能就是交通科管辖 其他的一些重要道路 你比如说像中山路 还是说像神龙路 还是像原山路 这个就属于我们那个 陷阱分局 陷阱局这边的那个 交通队这边应该去处理的 我是希望说是不是我们 警局这边 我们的交通 队能够跟陷阱局的 县政府的这个交通科这边 来做一个双向的沟通 共同来把这个工作完成 局长您 这个我想我们回去跟他们 我跟那个建设处的联系一下 因为 交通的 号制的连锁不是单单一条线 他还有 除了纵线之外 还有横向 横向有的还有斜向 所以它是蛮复杂的一个 一个城市 那这个 我们再跟他联系一下 据我所了解 倒没有说什么 省道是他们 然后县道是我们 甚至乡道是谁 这个是整个是一个网 一个路网的 号制的一个连锁 重点 这个应该是做个统筹的 规划 一个应该同一个 单一的单位 做一个统筹的规划 而不是 做 划分谁的行程 局长没关系 那局长你 会后是不是跟那个 交通科这边能够 有一个 好马上做联系 然后什么时候可以 回复本席 这个针对我们联动灯号的部分 有 稍微有一点进展 因为我认为这个联动灯号是 节省所有用路人的时间 对 不是说 能够 土力到某一个人 我相信局长您也都是 差不多都在路上 使用时间也蛮长的时间 如果这个联动灯号可以 建置完整的话 我相信 所有的人都能够享用到这个 得正 是完全赞同 我希望说局长这边能够协助 好主要您请坐 再来就是我们最近 这个宜蘭县 可以说 这个 有多起的这个 刑案 我们 宜蘭县警局也都是在 最短的时间内 迅速来破案 这是值得肯定的 在此我也希望说 我们针对 这些刑案 还有一些毒品方面 我们宜蘭县警局也能够 多加来查气 然后在针对这个 儿少的这个 这个安全的维护 还有一些这个 社区 这个 精神异常方面的这个 协防 我们也能够多加 费心 然后当然最重要的是 我们警力不足的部分 也希望我们 我们陷阱局这边能够 积极想办法来补足 我们不足的这个警力 让我们基层援警 在职情方面 免于这么 辛劳 其他就是像 我们的 一些 治安的安全网 我也希望说 我们陷阱局这边能够 加强 来督导 让我们 所有的 县民 有一个安居乐业的 环境 以上 教授刚才有要求的 你就顺便给他打 刚才有要求的 刚才有要求的 也有要求的 对我都不要给他看 你知道吗 这些人不够的要不 要不想来 吃吃这些我说 教授 配合一下 好 不要说我高贵 你中途没有吃饭 主席 任意中 我们 我们的 国 局长 各位主管 各位同仁 大家午安 我想我才有 几行事来 照顾 我们的局长 局长 当参分寺所 会 实现 现在 现在有问题 是一个人说 东山分寺所的 我没有听清楚 几位安 几位安 建筑的 目前 东山 在 在 这个今年 我们已经发布 有关于规划设计的部分 今年已经发布出去了 那 目前在 规划设计阶段 好 规划设计阶段 我是要跟你拜托 你 我们说 看什么 你不要看 东山分寺所 像 东山分寺所 对吧 这个东山地区 人口 第三大 东山 一个分寺所 你不要给他看作一个 交换 以后 以后 以后的日子 要保护 你这样 后天 你 让 那个 后面 要接的人 来 当 发展到 一个 索子时 我感觉 你会 很烦恼 美国 去 没地 是 是 我会 拜托你 你整个 当中 一定要 考虑 才能当 完 到底是 怎样 虽然你现在人缘 没有 保护 如果 以前 你要 做 像 我这样 设计 我感觉 是 没 头 我感觉 你在 你的 配置 人力 之外 你还要 看 更大面 让他 隔骨 有 所在 办公 大 所在 都 要 再 重 一点 你 那 现 一个 空间 配置 给 你 你 你 要 到 三天 这次如果去 够去一站 算够多多 如果后天你再打一站 那就离听朋友了 这点一定要特别跟你拜托 有可能有人说你还没人说 当初做什么 这是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人 你那天前在我们理解工业区 有在谈到我们的外路的问题 本身因为那天干时间 特别的地方 我有提出我的看法的时候 特别像我没有人就跟他说 外路也不是我们的事情 有老公厨的事情 有什么 移民署 移民署的事情 我知道 但是你很清楚这点 我也知道 外路要去移民署那边要做 老公厨这边也觉得你有需要这个人力的时候 要申请什么 那些都要做出来 去管理上他们那边有他们的基势 但是你要清楚这点 我们的警察就是这么可能 只要有害到地方的 这些部分 我们的警察就要处理 你那些是你要去跟他说 不是我去跟他说的 我是说我还要跟你说而已 因为那些丹尉 老公的我跟他说 他就要做你 那也不是说 你怎么做多少 他有整顶嘛 但是你这边我还要跟你说 你刚才是说我妹妹 意思是说 反正就对了 你会跟他说 你做什么议员呢 这你就不会 这不会 不会 我要丁度跟你说 我这么多议员都跟你说 说这个外路要做处理 我是希望你这边分局现在都很配合 外室科也很配合 那些事情都能够做 我希望这个事情不是我一陣子穿下去 放一圆圆 有不不 风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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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圆 放一圆圆 放一圆圆 再放一圆圆 再放一圆圆 我再放一圆圆 我感觉不好 我希望这些部分是后工 是持续性的 让他的老工 外籍老工也好 他的老工也好 他老家也好 都知道了 知道我们这边在处理后工商 也要拜托他们跟我们配合 让他去这边 他去这边 我说去这边 不要跟他说他去这边 我说他去这边 去这边更勉強 你今天来这边做做 我没说比他去这边 就是来这边做客戏 你也要跟这边去配合 我只说拜托这边 这边也要继续到三天 没问题 好啦 你现在坐下来 我刚才给你站那边 不好意思 你请坐 我这边跟你说一说 你记起来 你记起来 他本身给我 本身拿到的资料 收盟相助队 这年要坐队 这年要坐队 结果 你们 不知道 我手上的资料 十年以上没有买三户 就六户了 十年以上 五年以上没有买三户 包括十年以上 都总有三十六户 这是三户而已 我没有买三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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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乱忙 你这件事 你要真真真要去做处理 我也有研究社会厨 在他们冠的时候 最买的的时候 可以当时 他们买 要把这些东西 因为怎么说 这里 我感觉 好像不可靠 不可靠 不可靠就很好 你想那些呼音下 竹帆不及被宅 同样 你认识吗 不能差去 怎么会不可靠 这些 收盟相助队 都是差不多 十年 二十年 当中成立的 这些东西 他在申请的 无论车辆也好 一头 全身都来设备 我这些警察问也好 都是一定要管理 我们的不可靠 你警察 跟一个主管 我都拿很多 但是主管请 我们最后的时间 都比较少 好 大家都拚拚 警察都没有什么 我们所望相助队 要怎么跟他说的好事 我们两年 他要三年 我都没意见 大家如果认识 可以接受 我愿望 我们可以照项 不可以说 国家说一点 就没钱 我就是这样 如果以前 他会说 一个人一年 通过两千五百块的 总理会来说 如果这样 根本就没得到 去六十里才的事情 我愿望你 您可以说 官方中西村 上前 你可以最快 这些六十 今天 是在 这些地方 租赏多多 就是你可以对 所有的 私伴照统 会 交代 我来 官方 我来称告 給它賺錢就對了 我也要說不要經常給我 編這個錢 讓你們多辛苦一下 如果你要像這樣編下去 三百萬 要編三百萬萬 開這個行為東西都不可以了 鞋子你到底多久 沒有了 通過十十年 鞋子通過一年多久 那都要把規定的好處 我也在這裡可以提出一個 讓後面這些工作可以繼續 讓那些人來請 你不要說沒錢 要怎麼做 本來他是要請 一百月的堆完结果你们说 我会洗二十月或三十月就没钱了 你看要怎么分 做一个堆 上面要去分这些三户 到底想成了 我这点也 一定要 拜托你 最好的东西做好事 当然 我拿来那些资料 我如果有 我也会拿给柯顶 柯顶尔我们也是有 跟社会主书拿了 要拿你拿 你就不用我再copy一百给你 我们也说我们这个事情 共同来做 做好事 让我们的 希望相助 对所有的队员 在我们 服务的当中 也感到说是许多传重 不仅 因为我们在那三户 出人也没看你 到底 要怎么 亲和他看 这点 我也在这里 给你 拜托 快点就要做一票 你怎么要回答 你要回答吗 要 说明一下 你还时间 我再说 我看你的面 要回答 我来 是 非常谢谢 郁作对于 这个守望相助 就有关心 刚刚您所说的 有关于 什么过去的资料 不可考这部分 因为 据我所知道 我们警察 守望相助 对相关的这些预算 由我们警察局 这边来 主办的部分 大概是最近五六年的事情 所以 之前的资料 我们会在跟社会局那边 社会处那边 再做一个 这个索取 其实在 守望相助队的服装的部分 其实在这个当中是蛮复杂的 我大概说有怎么样的状况 我想 在座 一桌应该都非常的了解 守望相助队 它就完全是一个 就算是志工 就是一个完全志愿性服务的 所以呢 他的人员的来来去去 进队 退队 是很频繁的 那今天 我们如果说 买了一批衣服给他 假设是 这个队是五十个人来讲 我买了五十套衣服给他 这个 这个 这个当中 一年当中 可能有 有这个 有二十个人退队 然后新进的 可能十五个人 新进的十五个人 可能 他就没有衣服穿 他退队的 他也没有交回来 那可能在过 也许这个队长他会认为说 怎么搞的 这个 孕妇不择期 然后又申请要买 往往在这个时候 他不会 这个 守望相助队 这个队长 他不会 去扣除 只买这十五个 他可能五十个人 我全部都要买 我跟你说 他一定要说到 一点 你如果要说到一点 要吃饭 我也没意见 是是是 确定 你如果要再做这个 我还要做这个 就你的 真正 头正的局定 包括你 就真的 你做 厄生 你今天要求 你的俗话也没有 我跟你说一句 要我 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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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就这样 五十年以来 经验人 扣他 扣他 你阮部 你那些 面子 不能开庭吗 新来的人 你怎么 跟你说 好 他要退队 他的伤口 是不是 你如果 不够 两年 要把他退阪 不行 你吗 你都不能开庭嘛 经验人 你这时候 跟我说 这个 困难 重重 主席 意思我说你不对 这里最可能的 民国九十年 他跟他 这个自然你们 台湾 我都不跟你骗 你现在的意思 你那些委屈吗 倒没有委屈啦 我是跟你拜託 你后面 你就把这些工作做好 你轻一下 你还把我扁着 我来说 我们会全力去克服 只是我们过去 我是要奔赞他 奔赞他 你做这些工作做好 你管长和副管长 不是当头前 我来带你 跟宅主的头前 带你将出这个钱 让你作业 来做好这些工作 我希望你的东西 拿得很大 你现在 你够改造的 我都知道 你的口中 千八名 你跟我说了啦 我们会全力来克服 我都知道啊 但是你就是没規定嘛 你規定了不好嘛 你 你账的那些要不做 你也要做 你没说到我去整个 要做 我去那些也是 我拜託你后面再做 我也没跟你说 你把我去整个 后面再做 是好 我全力来克服 好吗 这样就行吗 好吗 了解 好啦 你请一下 是 好吗 那如果要说的话 要说的话 好啦 那我后面的时间 就让孙莫议员 主席 简单 时间没什么有 局长 我们的杜莎长 各位文局长 各位 局长主任 各位董事 大家知道 现在 再去都 也说了很多条 索王相助队 我曾经是 没 創立过索王相助队 新生的 以前我創立 我担任两个大队 中一 我每天都没睡 就天天 另外 苦得很好 都贴在 我 交给人 半年就不去 这跟 带队的人 要负责人 有关系很大 所以我说 那要有耐心 落地 还要认得出来 要付出很多 但是 我说索王相助队 是有好 也有不好的所在 索王相助队 好 我说 暗时我们有在顺路 和这个地方 比较安全 如果发展有抗議 要注意 对地方有相当的帮助 但是 索王相助队 是一般 民間造成的 日常各人都有套路 暗时他们偏的时间 只有 两点前後 三点前後 不定 不可能有一队 天暗和天暗 不可能 大家都要賺錢 所以他们的时间 就是在那裡 所以 如果一个人要做完的人 你11点开始 算到1点 1点再来 2点再来 所以 效果 不太好 但是有帮助 就是那段时间 所以 麦祖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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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大家都很开心 但是 他去一趟 有时候 索王相助 做做一个 半岛的冬小酒 出来喝 或是做 日本刷子 在那裡 酒淋淋 不回去 刷子 刷子 做成 紅色不完結 我做到 經驗 不太久了 保姨的 索王相助 我也常常去 有時候我也要 买個點 牛肉麵 泡麵 三個月 去給他們 創生 給他們 支援支援 所以 也有好處 賣出 所以 那是 部門對 經訪節 支援而已 好過 不是說 百一百 我真的 應該要做一個檢討 看來 索王相助隊 要怎麼做 讓他們 要怎麼 搖去 讓他們 沒限的反應 萬一說 我們這個 幫我們 帝安 幫幫忙 這點 要再檢討 第二 我們的 監視器 從這麼多年來 就已經 我們警察局 在統籌 設置 但是 有幾個 古早幾個 他找到 監視器 做的 很多利益 都沒用了 但是沒用 都抓在那裡 重刀塞 歪什麼 但是一般 發生事 他們都會想要去抓 問到社區 或社區理事長 他們都說 這我們一句就沒用了 所以 我知道現在所有的 重要路口 我們的統籌 根治局 都有在做 但是 有時候 改正不清楚 所以這點 可以做 應該沒用 那也沒可能 修理 那是古形的 畫面也不好 所以可以 聽 聽聽聽 看是要 統籌社區 聽聽聽 還是 我們根治機關 把那裡 沒在用 調查看 你來沒在用 都聽得到 再來就是 我們剛才 教長說 每一年都有 類似 例行的 治安座談 會議 最近也有這個基板 我也多少都可以 但是 好過 我 現場 告訴我 我跟這個 所有老百姓說 好過不太好 因為現在 現在老百姓 有時候 你想說 事情不發生 在我們家 聽聽聽 沒差的時間 有的 又過孫 年輕人 隨便 都有一些老百姓 來聽 人長 分局長 在那裡 孫官 祖長 還有一些 工作人員 有時候 比他們更多 效果不太好 平衡是說 我們警察機關 沒努力 因為準備很多資料 去做 但是效果不太好 是不是可以改變一個方式 剛才教長說 有的設計 就是效果不太好 要改變 像這樣在做 沒效 很多要選團 我們選團 我們就管民知道 其實 在我們不好 你坐著說 警察不認真 警察不打招 其實也不對 我正經不說幾個禮拜 我們的家庭教育 和老師 和社會 都有接任在 我們不要說 學生 去到老師那裡 老師 稍微處罰一個 或是買這個而已 回到大陸 就不去跟老師說 我們就放縱 我們的學生 放棄 讓他們交友的機會 我們大家都要 負責很大的正任 再來就是 這個 警員 欠缺 有時候也不在那裡嚴重 我常常 有時候 我看 有時候 這個 派桌裡面 存一個警員在那裡 存一個警員 做什麼 一定要有倫序 其他就是 要去查案 尋路 如果有人來修理 補案的時候 存一個警察在那裡 警察裡面 都有請 警察 有什麼 有人親自來 說 你一個警察 應付 這位 派桌 所以 這個 比較嚴重 應該 環境跟中央 把所有的警員 保障 來 還有 處理台 也很多 所以 警員 擋 不僅 很多事情 民間 但是有很多組織 民間 剛才說 雙方向主隊都在幫忙 但是 也悠閒 那裡也沒有專業 需要很多 衝救的警員 做好 我們的管理 提案 請我們的局長 要好好來探討 以上 本色的補 好 謝謝你們的主意 謝謝大家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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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的支持 好 再一會兒到這裡 會不會兩點繼續開始 好 散會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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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